我重生了 还穿越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修仙世界 刚一出生就引来漫天的祥瑞 这是荒谷圣体诞生的征兆 就当我以为新的人生即将走上巅峰的时候 却从几位长老的脸上看到了惋惜之色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 在这方天地中一共孕育出三千特殊体制 其中荒谷圣体可排进前五 只要修炼至大成甚至可以大地争锋 可不知从何时开始 天地间的法则突然改变了 降下时到枷锁束缚了荒谷圣体的成长 曾经人人都向往的牛叉体制 如今却成为了不能修炼的废体 得知这个消息的我瞬间傻眼了 本以为是开局就无敌 结果却恰恰相反 居然是废柴流开局 就当我以为这一生要做吃等死的时候 脑海中突然出现一个系统界面 并提醒我到天地宫进行迁道 哎 天地宫 这不就是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吗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我还是尝试着选择了迁道 迁道成功 获得八星稀有奖励 大成荒谷圣体一句 随着戏捧的声音落下 我的身体突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体内的某种桎梏似乎被瞬间解除 下一秒 无数的雷云朝着天地宫聚拢 仔细看去 云层中还有数不清的人影正对着下方跪拜 这 这是圣体异象 万圣朝拜 作为组长的爷爷第一个反应过来 随即将我一把抱起 如同质宝一般捧在手心 一旁的两名长老也是又惊又喜 他们没想到荒谷圣体也有打破枷锁的一天 这时我的爷爷突然想起来还没给我取名字 于是耗费0.2秒的时间 给我取了个十分土鳖的名字叫君长生 好在我的娘亲及时出现 阻止了这个不负责任的老头 并且最终将名字改为君逍遥 寓意成先容易 逍遥难 这也是我那失踪的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另一边 在后山的陵园之中 君家老祖的光果突然开始剧烈地震动起 负责看守的家丁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便看见一道耀眼的光芒自光果中冲天而出 与此同时身为组长的爷爷正在和两位祖老商量对策 为了保证我的安全 他们打算隐秘我身上的圣体波动 随着三个老头一起结印施法 我那光着钉的身体缓缓飘服起来 可就在这时 一道喝骂声突然传来 你们这帮蠢后生到底在做什么 话音刚落 一道流光便从天而降 打断了三个老头的施法 爷爷和两位祖老经一不定地望着眼前的一幕 等到硝烟散去 只见一名长絮老者正抱着我站在那 然而当三个老头见到他后 却是连忙跪地迎接 因为此人便是军家的十八世子 只听老祖冷哼一声 我军家后人何时做事需要如此遮掩 难道连一个孩子都保护不了吗 爷爷赶忙解释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 主要是怕日后有人会对我不利 谁知老祖却显得不以为意 霸气地表示谁要是对我不利 那他就会亲自掀起一场不朽战 这番话顿时让爷爷三人心中一惊 要知道 不朽之战是由不朽靖发起的世界大战 一旦开战必定会天翻地覆苍生叠血 他们没想到老祖竟会为了我做出这样的决定 不仅如此 老祖还直接授予了我零号序列 一听零号序列 爷爷三人再次震惊 所谓序列 便是从众多族人中挑选出的十个特殊存在 拥有序列 也意味着拥有争夺家主之位的资格 而其中有一人更是可以凌驾于这十个特殊的存在之上 那便是号称下一代家主的零号序列 而上一代零号序列便是我那未曾谋面的父亲 白衣神王 君无悔 然而这些在我看来似乎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总感觉自己被这老小子给坑了 就在我郁闷的时候 脑海中再次跳出系统界面 迁到地点已刷新 请宿主前往太岳谷碑迁到 穿越到了一个陌生的修仙世界 刚一出生就引发了天地一响 只因我是天地间唯一一个荒谷圣体 老祖得知这个消息后直接授予我零号序列 这也意味着我将会是君家的下一院家主 时间一化 很快就过去了三年 作为组长的爷爷开始向我传授修仙相关的知识 修行最初为肉身境 共有五大境界 只需要天才地宝运养便可大成 其后便是神脏境 也有五大境界 分别对应人的心肝脾肺胜五种脏气 等到神脏境大成后便可聚领海 凝神功化真理 我好奇地询问爷爷突破神脏境需要多长时间 爷爷想了想说道 普通人要五年 天交需三年 至于你吗 或许一两年就够了 听到这话我确实有些疑不 因为我明明感觉自己随时都能突破 对此爷爷自然不相信 当即便让我运工给他看看 于是我按照爷爷教的方法开始盘戏打坐 然而下一秒 眼前的画面直接把爷爷给惊呆了 只见我全身的灵力突然暴涨 瞬间就突破了两个境界 还不等爷爷大喊撕过一 我又一次突破晋升 直到连破五个境界后 全身的灵力才堪堪稳定下来 此时我惊喜地发现 自己竟然突破到了神脏境 刚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爷 却发现他已经安详地躺在地上 我连忙上去查看他老人家的情况 好在爷爷并没有归系 只是看到我突破太过激动了 为了庆祝我达到神脏境 爷爷决定送我一件礼物 于是便问我想要什么 然而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难题 因为我压根不了解这个世界 又哪里知道有什么好东西 就在这时 我突然想起系统之前发布的签到地点 太阅谷碑 于是便询问爷爷是否知道这个地 谁知爷爷听后却哈哈笑了 原来那太阅谷碑就在家族的斗舞场 是共族人检测肉身所用 得知这个消息的我一阵无语 没想到第二个签到点竟然离我这么紧 另一边 在军家的斗舞场上 一名黄发少女来到太阅谷碑前 打算测试一下自己的肉身强度 只见他运足全身的气静一掌拍出 下一秒石碑突然光芒大声 随即出现四个大字 十五万斤 这一幕直接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不过很快就有人认出 这个少女就是家族中有名的七孝玲珑星 军玲珑 然而在众多的惊叹声中 却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发出嘲讽的便是这个叫蓝青雅的少女 她乃是第十序列军杖剑的追随者 由于军灵龙曾拒绝过军杖剑的邀请 这才导致蓝青雅处处都和她作对 只是军灵龙一直都不想搭理她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正眼瞧过她 可如此一来却让蓝青雅更加愤怒 她当即一指点出 打算教训一下这个装清高的壁齿 然而指尖的灵气还没来得及巨龙 手腕却被军灵龙一把抓住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 一道稚嫩的声音打破了现场的僵持 是的 我来迁道了 只见我旁若无人的走到太岳古碑前 缓缓将手放在上面 一到达迁道地 太岳古碑 迁道成功 小孩刚一出生就引发了天地一响 只因她有一个神奇的迁道系统 第一次成功迁道就获得了这方天地最牛批的荒补圣体 时隔三年 她又一次迁道成功 系统直接奖励了她一套顶级功夫 神像镇玉镜 然而君逍遥对此却有些懵 主要是因为她不清楚这功法怎么样 就当她准备好好研究一下的时候 一旁的蓝青雅突然喝倒 喂 小鬼你谁啊 知不知道这是哪 这可不是小鬼该来的地 君逍遥有些不耐烦地转过头 我是天地公君逍遥 你有意见吗 此发一出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难 难道这孩子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神子 眼见四周一阵骚动 后知后觉的蓝青雅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时一只手突然将她按倒 只见君灵龙跪地败道 君家子弟拜见神子 此话一出 周围众人也齐齐跟着跪地拜见神子 直到此刻 蓝青雅才反应过来 慌忙地匍匐在地 祈求神子原谅 君逍遥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一门 她原本以为会有人跳出来不服 然后自己在上眼一出当众打脸 结果现实却和她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如此一来则是有些无趣 她再次将注意力放在太阅谷碑上 准备测一测自己的肉身强度 只见君逍遥缓闭上双眼 脑海中尝试着运转神像郑玉镜 随即一拳猛地轰出 只听太阅谷碑发出一阵嗡鸣 下一名 谷碑上缓缓出现三个字 一万金 见到这一幕 君逍遥满意地笑了 她没想到在不调用灵气的情况下 自己的一拳也能有这样的威力 可就在这时 周围的人群中却爆发出窃窃私语 虽然一万金对于一个三岁小孩来说已经相当不错 可这样的成绩却配不上神子的身份 见此情形 君逍遥不怒反笑 不说直接开始运转体内的人气 下一秒整个斗舞场都开始晃动起来 所有人都惊恐地望着眼前的小孩 不敢相信她能释放出如此强大的气息 在所有人注视的目光中 君逍遥缓缓转身 随即朝着太阅谷碑再次挥出一拳 不过这一次谷碑上却没有出现任何蚊子 就当众人不解之际 却听一阵阵碎裂声突然传来 下一秒 整个太阅谷碑纷然看他 见到这一幕 在场的所有人全都惊呆了 就连君逍遥自己也傻 他原本只是想小装一下 结果一不小心就把骨碑给毁了 这可怎么办 就在这时 骨碑的残骸中忽然飘出一缕祥瑞之气 逐渐在空中形成几个大字 再创万古极境 伺天道奖励 还不等君逍遥反应是什么意思 这几个字变化作一道流光钻进了他的身体 而这一幕也全都被老族长尽收眼底 君逍遥还以为爷爷会惩罚自己 连忙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谁知爷爷却根本不在意骨碑被握 反倒是对君逍遥的实力大家赞赏 说话间便扛起他的宝贝孙子准备返回 可就在这时 君逍遥突然横步挡在两人的身体 老族长有些不愿 不明白这小女娃是什么意思 刚准备发怒 却见君逍遥突然单膝跪地 弟子君逍遥愿奉神子为主 请允许我成为神子的侍子 君逍遥见状有些发懵 哎 什么情况 那个小孩年仅三岁 血一全将测试用的石碑轰成了渣渣 强悍的实力瞬间引来美女的追随 眼见君逍遥竟然要奉神子为主 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 没想到这个不可一失的女人 也会做出这种事 然而此时的君逍遥却是有些疑惑 她缓步来到君逍遥面前 询问她为什么要追随自己 像她这样的天之娇女 一般是不会甘心屈居于人下的 不等君逍遥回答 身后的老族长便道出了缘由 这一切都因为她出身在分家 而作为分家的子弟 无论是资源还是人脉都少的可怜 如此一来神子便是她最好的选择 君逍遥听后也不再犹豫 当即同意了对方的情绪 不过在此之前 君逍遥还要答应她几个条件 那就是要给她端茶道水洗衣碟 无聊的时候还要负责陪她玩 听到这些君逍遥都傻 忽然有些后悔自己的决定 就在这时 君逍遥突然凑到她的面前 缓缓说道 如果你能做到这些 我就给你想要的一切资源 此话一出 君逍遥顿时眼前一亮 当即表示以后都会追随神子 就这样 君逍遥的代步工具 成功从老爷爷进化成了美少子 可如此一来 却让老组长心声固满 毕竟举高高是 他这个爷爷才有的特权 然而君逍遥却觉得 比起满身肌肉的老爷爷 小姐姐的肩膀 才是更好的选择 一听这话 老组长的小心灵 瞬间遭受到了暴击 她感觉自己已经 被宝贝孙子给抛弃了 画面一转 蓝青雅正急匆匆地 朝着后山奔跑 作为君杖剑的追随者 她必须要尽快将 斗舞场上发生的事告诉住 眼看着就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 一把剑突然拦在了她的面前 站住 蓝青雅你应该知道 仗剑公子正在闭关 这时候不能去打扰她 剑守卫不给自己通过 蓝青雅有些焦急 解释自己有要事 向仗剑公子禀报 然而守卫却不屑地笑了笑 认为她八成是闲着没事 又跑去挑衅君灵龙 结果惨遭打脸 所以现在跑来找公子哭诉 一听这话 蓝青雅顿时就怒了 当即就要撸起袖子 跟两人干架 可就在这时 大帝突然一阵晃动 一股恐怖的气息 瞬间笼罩整个树林 子人心中一领 连忙转头看去 只见一道流光 从山间冲天而起 等到光芒散去 一个红发青年的身影 出现在空中 而此人就是君家的 地时序列 君杖剑 男人上一秒 还把女人当成掌上明珠 下一秒却对她痛下杀手 差点一掌将她拍死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刚刚 君家的地时序列 君杖剑出关 蓝青雅一头 钻进了她的怀抱 随即可怜巴巴的 开始告状 说那两个狗腿子 不让她来见公子 眼见自己的红颜 受了委屈 君杖剑二话不说 直接下令 两个小跟班 各自掌嘴二十 然后又满脸 温柔的看向蓝青雅 所以 还有谁惹你不高兴 瞧这一脸委屈的 还不是那个君玲龙 蓝青雅娇称道 您还不知道 君玲龙追随了一个 非常嚣张的小鬼 名字好像叫君逍遥 简直就是把您的脸念 然而她的话还没说完 君杖剑突然眼神一鸣 下一秒 蓝青雅整个人 直接倒飞了出去 还在玩自拍的 两个小跟班都懵了 这是蛤蟆情况 同样疑惑的 还有蓝青雅 直到此刻 她都没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君杖剑 满脸阴沉的看向她 你该不会在君逍遥面前 打着我的名号 大呼小叫了吧 眼见蓝青雅 依旧沉默不远 君杖剑暗道一声糟糕 她很清楚 自己与君逍遥之间的差距 对方不仅是上一任家主 和江家神女之子 还颇受老祖重视 惹到这样的存在 很有可能会让自己 丢掉序列的位置 想到此 她决定亲自上门去赔罪 另一边 君逍遥在返回天地宫后 又被组长爷爷给叫了过去 由于她在斗舞场的表现 太过逆天 这让老组长既高兴 又有些担忧 所以想问问 她今天使用的是什么招式 又是从何处学来的 君逍遥也没有隐瞒 直言自己使用的 乃是神像镇玉镜 是个很厉害的招式 练到大成可以化身太古神像 还能召唤地狱之门 驱使地狱妖魔为自己而战 老组长听后十分吃惊 没想到这招式竟然这么厉害 不过好在这功法 已经被自己孙儿掌握了 如此一来 也更加稳固了 她零号序列的位置 想到这里 她看向君逍遥笑道 等你十岁时 我们会为你举办一次生辰宴 到时候 荒谷仙玉的诸多势力 全都会来赴宴 等到那一天 我们将向整个仙玉 公开你零号序列的声音 话音刚落 君逍遥的耳中 便传来一声系统提示音 恭喜宿主 已出发新的签到地点 请在十岁宴上签到 诶 十岁宴 君逍遥一阵无语 也就是说还得等七年 这时间跨度是不是也太大了 正想着 君玲珑突然出现在身后 神子 君杖剑在外求见 君逍遥一脸疑惑地转过头 君杖剑 那是谁 是蓝青雅追随的公子 与您同族 算是您的族兄 听到君玲珑的话 君逍遥更加干大了 因为她根本不记得谁是蓝青雅 经过一番提醒后才知道 原来就是斗舞场上 咋咋呼呼的那个女孩 画面一转 当君逍遥来到门外时 眼前的场景让她不禁瞳孔猥琐 只见蓝青雅正虚弱地跪在不远处 全身还绑满了荆棘 而君杖剑则一脸淡然地站在旁边 看到君逍遥出来 她赶紧开口笑了 听说我麾下的追随者冲撞了足地 所以我特意带她来赴金请罪 还望足地大人有大量 饶了这小丫头 听到这话 君逍遥不禁心中冷笑 什么赴金请罪 这混账分明是来给我立下马威的 那个小孩虽然只有三岁 但其身份却让所有人都无比记得 只因她是天地公的神子 更是这方天地唯一的荒谷圣体 君杖剑在得知自己的属下冲撞了神子后 连忙带着她来赴金请罪 然而君逍遥却早已看穿了对方的小心思 不过是借着赔罪的理由来给自己一个下马威而已 她不动声色地将君杖剑请进屋 随即面色淡然地问道 足兄打算让她一直跪在这里吗 君杖剑文言呵呵一笑 既然是赴金请罪 如果足地饶了她 自然就不用让她在这里丢人现眼 听到这话 君逍遥缓缓放下手中的茶杯 足兄可能误会了 我这个人哪 从来不计隔夜仇 如果有人得罪了我 我会当场打回去 所以你不用打着向我赔罪的名义 满足自己的特殊癖好 君杖剑没想到眼前的小鬼说话如此不客气 顿时被气得轻惊直冒 不过她很快便冷静下来 随即轻笑一声 看来足地是对我赔罪不满意 既然如此 那就没必要留着这闯祸 说把她背后的宝剑突然出墙 并直朝着蓝青雅飞过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薰玲珑及时出手将人给救了下 她看着怀中的女孩诞生问道 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杖剑公子吗 听到这话 蓝青雅沉默 眼神中满是黯然之色 另一边 君杖剑眼见自己没得手 信信地撇了撇嘴 就在这时 君逍遥的声音突然响起 足兄在天地宫直接动手 是在挑衅我吗 说把她也不等对方开口 直接将面前的桌子给掀翻 君杖剑一惊 她没想到这个小鬼说动手就动手 然而就在她愣神之际 君逍遥已经抬腿踢了过来 此时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君杖剑连忙抬手搁挡 虽然成功接下了这一击 但巨大的力道 还是将她踢出了树杖开外 君杖剑满脸的不可思议 她不敢相信 这一脚是他们一个三岁小孩踢出来了 只见君逍遥一脸戏谑地看着她 足兄 今月天气正好 不如咱俩切磋切磋 也好加深兄弟感情 怎么样 你不会不敢应战吧 被一个三岁小孩当面挺起 君杖剑再也忍不了了 她想了想当即咬牙道 既然足地想要切磋 那为兄自当凤雷 说着她拿出一块令牌继续道 你若战胜了我 我便将这元天至尊令送你 当然 若你胜不了 最好还是为你势力的行为道个歉 听到这话 君逍遥确实有些懵 她根本不知道这元天至尊令是个什么东西 就在这时 壁旁的君灵龙突然传声给她 小神子 那是好东西 既然是她自己提出的 那你就别客气 揍她一顿 直接把令牌薅过来 那令牌可能与传说中的至尊密葬有关 至尊密葬 一听这话 君逍遥当即让她详细说说 只听君灵龙继续传音道 所谓至尊 就是指那些站在荒谷仙域巅峰 不朽不灭的存在 你说这种大能留下的密葬路 会有多少好东西呢 听到这里君逍遥终于谎 原来这令牌的价值这么大 她当即搓了搓手斜笑头 足凶大气 逍遥在此先谢过了 这一幕看得君杖剑不禁打了个哆嗦 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堂堂地时序列 被家族公认的天之骄子 却被一个三岁小孩压得喘不过气 君杖剑彻底慌了 他原以为神子再强 也不过是个三岁的小鬼子 可现在看来 对方的实力远比他想象的还要恐怖 见此情形他也不打算再保留实力 当即施展出自己的绝血 只见他周身的灵力全部凝聚于剑身之上 随其身形一闪遍朝着男主刺了过去 君灵龙心中一惊 因为他认出对方使的是紫皇剑局 即便是在军家主脉中也属于上层功夫 九道剑气交织成网 能瞬间封死对手所有的逃脱路线 这家伙使用这招显然是打算吓死神 然而男主剑状却是黑黑一笑 整个人不退反镜 还不等军杖剑反 就已经将他手中的宝剑击落 军杖剑都懵了 自己的最强一击就这样被轻松化解了 就当他在这努力接受现实的时候 男主已经闪身来到他的面前 紧接着猛的一脚踢出 下一秒 军杖剑只觉得大脑一片空母 恍惚间好像还看到自己的牙在天上 直到躺下的那一刻 他都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男主在战胜了军杖剑后 也成功拿到了原天至尊令 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 检测到关键道具 新的迁道地点已杀新 请在原天至尊秘葬迁道 男主见状不禁有些差异 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 另一边 薰灵龙正在为蓝青亚包扎伤口 见军杖剑被击败 他对蓝青亚说道 看见了吗 那就是你整天挂在嘴边的杖剑公子 修为算不上翘楚 人品也不咋样 你本来就不怎么聪明 别再傻乎乎的被那种人忽悠 谁知话音刚落 蓝青亚却一把拍开他的手 够了 我不需要你的怜悯 军杖剑 军灵龙 军逍遥 我要你们这些姓军的全都付出代价 说吧他转身便往外跑 这把军灵龙看得一头雾水 搞不懂对方怎么就突然发脾气了 男主有些哭笑不得的看了眼这个傻女 随即同情道 你可真会说话 难怪人家讨厌你 时间一晃 很快就过去了七年 军家神子的生辰宴也即将开始 各方豪族势力纷纷赶来献上鹤里 整个天地宫都忙活起来 所有人也都在为晚上的盛典做准备 而此时的男主还在闭关当中 为了不耽误晚上的庆典 老组长当即命远去喊他出关 然而当两名侍从来到密室的时候 却发现这里早已经人去楼空 原来男主觉得闭关太无聊 竟然偷偷溜出去嗨了 与此同时 撬关出来的男主正幸福地砍着大瓶 想想闭关的三年 他每天只能吃闭骨丹 都快吃吐了 在他看来 如果不能干饭 那修行根本没有意义 这是一个赞同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你说得不错 但比起干饭 闭关的时候十天半个月不能洗澡 更让我讨厌 我靠 你怎么在这里 男主发现说话的人竟是君灵龙 我是凤家主之命 前来捉拿某位撬关的神子回宫 听到君灵龙这么说 男主微微一笑 随即淡定地转过身 不等对方反应 他直接脚下一蹬就窜了出去 开什么玩笑 自己刚溜出来还没完够呢 怎么可能现在就回去 一看这个小萝莉 只因他的宠物被人弄伤了爪子 他就要将对方的腿给打断 就在刚刚 男主正在躲避君灵龙的时候 突然听到不远处有人喊救命 于是便停下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一个小萝莉正在殴打一名男子 就因为对方弄伤了他的宠物 无论周围的人怎么劝阻 他都要打断对方的一条腿才算完 男主一看 竟有人赶在自家的地盘上耍横 当即便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 只见他手中稍稍一用力 一颗吃剩的果盒瞬间朝着小萝莉飞过去 不过还没近身就被对方察觉到 随即一抬手就轻松接住了果盒 然而下一秒 一股湿答答的触感从掌心传来 他顿时觉得有些不对 张开手一看 竟然是刚吃剩的果盒 这下可把他给恶心坏了 这一幕看得男主忍不住哈哈大笑 同时他的声音也引起了小萝莉的注意 立刻就反应过来 眼前这个小鬼肯定就是扔果盒的人 只见小萝莉身形一闪 整个人瞬间从原地消失 在出现时他已经来到男主的身旁 男主有些惊讶 没想到这个小萝莉速度还挺快的 不等对方有所动作 他连忙后撤与只拉开距离 眼见一击不成 小萝莉更加愤怒 当即提着菜刀便追了上去 此时 君灵龙正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这一面 他注意到一个细节 对方身上佩戴的是青州江家的文士 也就是说这个小萝莉可能就是江家的小公主 如果继续放任他们这样胡闹下去 恐怕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身为神子的追随者 他自然有责任避免这样的事发生 可作为他个人而言 责任什么的哪里有看戏重要 所以还是做个安静的吃瓜群众更好 另一边 江家的小萝莉一直追着男主不放 虽然此刻他已经累得不行了 但还是不肯放弃 男主也没想到这个小丫头会如此固执 感觉自己好像招惹了一个大麻烦 就在这时 天空中突然出现一朵烟花 这是十岁燕即将开始的信号 男主知道不能再耗下去 必须尽快赶回去才行 于是转身看向小萝莉道 抱歉了小姑娘 接下来我赶时间 不能陪你玩了 听到这话女孩有心懵 然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却见男主突然凌空跳起 随即身形一闪便从他面前跳了过去 下一秒 小萝莉只觉得眼前一花 整个人逐渐失去知觉 少年只是过一个十岁生日 却惊动了整个仙玉 各方豪族纷纷前来祝贺 只因他是这片天地唯一的荒谷圣体 而在所有的来宾中 青州江家是最为特殊的存在 因为他们世代都与天地公联姻 此次过来的两姐妹中 妹妹姜洛莉也早已和男主定下了娃娃精 然而此时的姜洛莉 却是一副兽气包的样子 见他这副表情 姐姐姜胜一便知道 这小丫头还在因为刚才的事耿耿于怀 就在刚刚 当江圣一找到妹妹的时候 发现他正被人吊在一棵树上 好在对方并没有什么逮捕 看样子也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而已 然而这却让小丫头十分不熟 一想到那个戴面具的小谷 他发誓下次见到对方一定要剁了他 就在这时 一道温和的声音传来 洛莉姑娘好久不见 近日可还好 只见一个富家小公子十分热情地过来打招 然而江洛莉却是一脸懵逼 抱歉 你是哪位 洛莉姑娘忘了吗 在落月秘境我们见过 在下 荒谷叶佳叶星云 然而她的话还没说完 却见江洛莉有些不耐烦的板白舌 对对对 你好你好 再见再见 说罢便直接走开 江圣一见状连忙提醒他这样很没有礼貌 可江洛莉对此也很无奈 直言自己就是个脸毛 根本记不住这种大众脸 然而姐妹俩的话全都传进了叶星云的耳中 一旁的家仆担心少爷会因此受打击 刚准备开口劝解两句 结果却看到他露出一副抖M的表情 还表示被洛莉姑娘冷落的感觉也很棒 好吧 你高兴就好 随着宴会厅的人数越来越多 君战天发现此次过来的人中 有不少都是年轻乔子 他们分别是第十序列军杖检 第七序列军雪皇 第五序列军万锦 当然也少不了江家的两位神 以及刚刚那个斗M夜星云 眼见人都差不多到齐了 君战天缓缓走上台 随即看向众人笑道 诸位千里迢迢前来参加我孙儿的十岁夜 老夫在此败谢了 这时台下有人起哄道 不知君家神子现在何处 为何迟迟不肯现身呢 此话一出 君战天顿时满脸尴尬 因为他也不知道那臭小子跑哪去 所以只能想办法先拖延时间 正想着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只见一道流光破开屋顶从天而降 所有人全都被这一幕给震惊了 齐齐将目光投向台上 然而当烟雾散去后却发现 一个吊了锅的少年正悠闲地躺在那 而他正是此次宴会的主角 神子 君逍遥 仅仅十岁的少年却是个情场老手 随口撩了几句 就把神女雇佑成了老佛 就在刚刚 君逍遥在最后时刻感到了自己的生辰面 本想摆个比较帅点的姿势闪亮登场 结果抬眼就看到爷爷那双要吃人的眼神 好在这里是宴会现场 诸多宾客都在 这才让君逍遥免于一顿胖揍 然而一旁的江洛梨却发现有些不对劲 他总感觉这个君家的神子好像在哪见 尤其是对方的发型和衣服 思索片刻后他终于反应过来 君逍遥就是之前那个戴面具的小鬼 他愤怒地指着台上一声大喝 瞬间引来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 君逍遥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这个丫头 心知要赶紧想办法互门过去才行 于是还不懂对方开口 他当即施展出色诱数 结果一番搔手弄姿 还真把江洛梨看成了花痴 什么戴面具的小鬼 早就被他抛到了脑后 君逍遥有些无语 没想到这小丫头这么好骗 然而只有江圣一知道 其实是他妹妹的老毛病又犯了 只要看到觉得可爱的东西 就会变成这副东西 我不知情的君逍天 还以为是自己孙子的撩妹技术 刚急一脸坏笑地拍了把君逍遥 好小子你可以啊 不过即便你们已经提前认识 我还是得正式介绍一下 逍遥啊 这位江家的掌上明珠 洛梨姑娘 也是你的未婚妻 此话一出 君逍遥直接傻了 一旁的江洛梨也是满脸惊讶 同样震惊的还有那个斗M 此时的君逍遥有些郁闷 不明白怎么就突然变成了这种展开 自己都特么神子了 还逃不过包办婚姻的下场 衡量再三后 她决定要自己掌握命运 眼下的情况也只有让这个小姑娘 讨厌自己才行 正想着 却见江洛梨突然在衣兜里翻掌声 不多时便拿出一颗通体金色的丹药 交到君逍遥手中 君逍遥有些诧异 本能地以为是这丫头的宠妇行为 谁知下一秒却见江洛梨一脸期待地说道 这是不老泉水炼制的灵丹 快吃吧 答应我保持现在这张脸 不要长大了 不然就不可爱了 君逍遥一阵无语 感觉这孩子病得不轻 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推掉婚约的想法 就在这时 她突然注意到了人群中的君玲珑 于是赶紧用手语示意对方出来救场 只要你说我们已经私定终身 事成之后 价格随你开 君玲珑大为震惊 没想到那个一毛不拔的神子 竟然会开出这样的条件 不过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 并非是不想帮忙 只是想再多看会好戏 君逍遥心中一阵骂娘 可又不能当场发作 面对周围宾客的祝贺 她也只能强忍住怒气假意寒暄 就在这时 一道拍暗声突然打断现场的尊伟 只见叶星云朗声喝道 我不同意这门亲事 听到这个声音君逍遥都快感动哭了 这是哪位天使哥哥在说话 当还才刚刚十岁 她爷爷就给她白嫖了一个老婆 还是江家的当代神女 然而君逍遥对此却并不感冒 她更向往大片的森林 又怎么会这么早就踏入坟墓呢 叶家的叶星云突然提出反对意见 这把君逍遥都敢动哭了 也不知道是哪位天使哥哥前来救场 然而一旁的君站天却十分不悦 见有人敢插手他们君家的事 刚准备发怒 却被君逍遥给拦了下来 只见她缓步走到叶星云面前一攻守 敢问公子尊姓大名 叶星云也毫不退缩 当即直视着对方自爆家门 君逍遥见状微微一笑 叶公子可知 自古以来 抢轻这种事都得拿出实力才行 说着她全身的气息隐隐开始提升 叶星云有些诧异 怎么 君家神子是想和叶某 过两招吗 君逍遥没有说话 但看她的样子显然是默认了这个答案 见此情形现场顿时热闹起 全都等着看好戏上演 就连那几名天骄也纷纷将注意力投射过来 画面一转 两人来到屋外的空地之上 只见叶星云率先摆开架势 全身的灵力距与指尖 随即脚下一蹬便朝着君逍遥冲过去 速度之快让君逍遥不禁感到一丝差异 于是连忙侧过头才堪堪躲过这一击 眼见一击未中 叶星云再次横扫 但君逍遥又一次显之又显地躲过去 她又劈 她在躲 就这样 两个人来来回回过了几十招 叶星云都快累趴了 都没能碰到君逍遥一下 在外人看来 她好像每次都只是勉强招架住了攻击 但叶星云心里很清楚 自己根本就碰不到对方 就在这时 她无意间扫了眼场边 发现将洛黎正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们这个 见此情形 叶星云咬了咬牙 心中打定主意 无论如何都不能在洛黎姑娘面前出丑 想到此 她体内的小宇宙陡然爆发 周深的灵气也在这一瞬间提升数百 这正是她压箱底的绝招 星辰真身 见到这一幕 君逍遥却是露出一抹微笑 哎 这个好像有点意思 随着叶星云双掌拍出 不满星辰的灵气 瞬间便将君逍遥淹没在其中 然而就当所有人以为战斗结束的时候 一团金色的灵气突然出现 眨眼间便冲破了叶星云的星辰大海 一旁观战的人满脸惊慨 金色灵气 这 这是荒谷圣体 是天地间唯一一个荒谷圣体 小小年纪就拥有逆天的战略 当金色灵气出现的一瞬间 在场所有人全都震惊了 同时也终于明白十年前 为何会出现万圣朝拜的影响 然而就当他们想见识一下圣体的力量时 现场突然一变抖声 只见君逍遥的金色灵气瞬间溃散 整个人也直接被打得倒飞出去 看样子似乎已是身受重伤 众人全都一脸诧异地看着眼前的云 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则是叶星云的家母 他心知大事不妙 连忙上前扶起君逍遥 同时责怪自己少爷出手太重 然而叶星云却是一脸懵逼 他想解释事情并不是大家看到的那样 因为刚刚在和君逍遥对峙的时候 他分明看见对方朝自己眨了下眼睛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 就发现君逍遥突然收敛气息 然后就发生了刚开始的一幕 显然这家伙就是有意为之 可还不等叶星云解释 却见君逍遥突然一把抓住福国 随即装出一副虚弱的样子的 请不要苛责叶公子 毕竟是我提出的鄙视 叶公子修为超群绝伦 是我败了 说着他又看向江洛丽的方向继续逃 逍遥资质挪钝 不敢耽误江小姐的前程 这婚约还是解除为好 此话一出君站天瞬间实话 终于知道这小子的目的是什么了 原来是在这等着自己 一旁的江洛丽也感觉 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他强忍着怒气走上前 一把抱住君逍遥的胳膊笑道 逍遥哥哥你放心 就算你是个废柴 洛丽也会对你不离不弃的 听到这话 君逍遥差点崩溃 什么受不受伤的也不管 吓得撒腿就跑 就在这时 一道不屑的声音 突然打破了现场的气氛 什么垃圾玩意 这就是所谓的荒谷圣体 只见阁楼之上 不知何时出现了几道声音 看他们的样子 似乎并不是人类 一旁的君站天 则是一眼就认出 对方是太古龙族的人 而在他们之中 还有一道熟悉的歉意 正是此前离开的蓝青雅 只见为首的男子 突然一脚将蓝青雅踢飞 蓝青雅 是在耍本大爷吗 我可是听你说 有突破枷锁的荒谷圣体 才特地跑过来的 君家神子的生辰宴上 却出现了太古龙族的人 而且看他们的样子 似乎来者不善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就在数月之前 祖龙之子龙浩天 成功融合了龙园 此消息一出 整个祖龙朝全都沸腾了 要知道 龙园乃是龙族 至尊与落后遗留的血肉精华 里面蕴藏着各种 天赋神通与符文烙印 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宝贝 不过普通人 哪怕沾上一滴 都会被撑得暴体而亡 也只有祖龙一族的血脉 才有机会将其融合 而龙浩天 就是那个获得无上机缘的信任 就在群妖举备欢庆的时候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突然响起 哼 只是融合了一枚龙园 便在这里沾沾自喜 却不知隔壁君家 已经出了个万圣朝拜的神子 实在可笑 是的 说话的人正是蓝青雅 为了洗刷此前 在君家受到的屈辱 她打算利用太古龙族 对君家展开抱负 果不其然 龙浩天在听到这话后 也来了兴趣 当即让她把话说清楚 为了一探究竟 龙浩天这才带人来看看 这打破枷锁的荒谷圣体 到底有多厉害 谁知刚来就看见君逍遥 被叶星云打败 她还以为是蓝青雅在耍自己 戏份之余 直接一脚将对方踢飞 好在君灵龙及时出手 接住了蓝青雅 这才没让她受到更重的伤 这时君逍遥大咧咧地走上前 喂喂 这位小哥 在我老君家的地盘 堂而皇之地殴打君家弟子 是不是太过分了 君家弟子 龙浩天文言露出细血之色 你在说什么呀 那家伙可是我的女模 我自然想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 听到这话 蓝青雅恨恨地咬了咬牙 不过还是谦卑地承认了 自己就是龙子大人的女 见到这一幕 君灵龙不禁露出诧异之色 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 而一旁的君杖剑 更是被惊出一身冷汗 她没想到这个曾经的追随者 竟然敢引祖龙朝的人 来扰乱君家大业 这分明就是打君家的脸 如果追究起来 恐怕她也会因此受到牵连 届时序列身份都可能保不住 另一边 君逍遥在听到这声女模后 则是不屑地掏了掏耳 随即缓缓道 我家老爷子说过 我们老君家和龙族的关系 一直不太好 尤其是我老爹君无悔 首思龙族至尊 将其扒皮抽筋后 龙族就是我们老君家为死 小哥你若想以牙还牙 报那一件之仇 应当直接冲我来才对 只会欺负女人 用这种方法恶心君家 着实落了下流 看上去非但不够威风 反而像个废物 也难怪这些年 一直被人看不起 此话一出 龙浩天顿时被弃得清惊直茂 身后的两名手下 也听不下去 怒喝一声便朝着君逍遥杀过来 死还没近身 两道攻击就分别 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直接将两人给轰了回去 只见君逍遥的身前 已多出了两道身影 分别是第十序列军杖剑 以及第七序列军雪光 而君逍遥的眼神 也在此时变得无比能力 这里是君家 容不得你们这些乡下来的泥丘撒影 少年虽然只有十岁 可身体中却蕴藏着 毁天灭地的圣人之力 不过这也引起了 其他势力的际遇 就在君逍遥十岁生辰当天 祖龙之子龙浩天 便带着人上门挑衅 想探一探这荒谷圣体 是否像传说中的那般厉害 然而两名手下还没近身 便被君家的第十序列军杖剑 和第七序列军雪光拦了下来 只一招 两人齐齐被打得倒飞出去 听到这话 龙浩天气得咬牙切齿 想他堂堂祖龙之子 何曾被如此小瞧过 今天势必要让对方 见识一下自己的实力 随着他全身的气息不断攀升 军杖剑不自觉的心中意 可还没等他反 龙浩天的攻击已经来到近前 更让他惊讶的是 对方的气力之大 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 刚一个呼吸的攻击 他就被彻底震飞了出去 见此情形 一旁的君雪黄当即施展束缚 无数的冰锥瞬间朝着龙浩天刺去 然而龙浩天却是不屑地瞥了一颗 只一个闪身便轻松躲过 瞬间来到对方面前 君雪黄一时反应不及 此刻再想躲避已然迟了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君逍遥突然出现挡在了君雪黄身前 直接一把抓住龙浩天的手 全场顿时一片寂静 谁也没看清这家伙是怎么出现在这里 只见君逍遥神情淡漠地看着对方 随即手中一用力就捏到了龙浩天的手怀 巨大的力道瞬间疼得龙浩天冷汗直流 可还没等他有所反应 君逍遥的拳头就已经砸了过来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被揍的龙浩天不仅没有愤怒 反而是放肆地笑了起来 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的实力 才可以与自己交手 君逍遥也知道刚刚不过是小打小放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交锋 于是便让君仗见他们先行退下 一听这话 两人顿时露出担忧之色 刚想说些什么 却被一旁的君战天打断 无妨 让你们退下你们就退下了 给他们腾出地方 今日本就是这小子的十岁宴 就让他亲自给四方豪族住住行 说话间 台上就只剩下了君逍遥和龙浩天 双方就这样静静地凝视着彼此 下一秒 两人的身影同时消失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双方在空中剧烈地碰撞在一起 不过只一瞬间 两人便再一次消失在原地 紧接着整个场地都响起双方的打斗声 但却很难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一旁观战的叶星云都看呆了 因为他完全跟不上两人的速度 此时他才知道自己与君逍遥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这时身旁的浮泊突然开口 少爷 不要眨眼 好好看着 真正在时代顶端争斗的不是像你这样的天骄 而是怪物 现在在你面前的 就是这样的怪物 两个超越天骄的妖孽交手 其造成的破坏有多恐怖 仅凭碰撞产生的余波 就能瞬间摧毁周遭的所有数 好在关键时刻有君战天出手 在两人周围形成了一个结界 这才没让众人受到波及 而在擂台中央 君逍遥见龙浩天越来越兴奋 他有些不解的问道 你不是来找我报仇的吗 怎么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龙浩天咧嘴一笑 上一辈的恩怨跟我有什么关系 好不容易能和人足圣体打一架 怎能不叫人兴奋 说着他一把扯掉身上的外套 随即开始调动体内的龙猿之力 只见龙浩天的气息陡然间猛增树狗 下一秒 他体内的灵气逐渐凝聚 最终放化成一条巨龙盘旋在头顶上空 见对方正是要放大 君逍遥也开始认真起来 随着他手中快速结印 无数的金色灵气迅速凝结 一旁的君战天顿时一惊 因为他认出了这一招 正是君家秘传的至尊功法 太玄精 以太玄玉器 凝结为认 化作神兵 只见君逍遥周身的金色灵气 一瞬间便幻化成无数飞机 见到这一幕 在场的所有人全都震惊了 他们早就听闻过君家的兵法诀 可亲眼见到后还是被其神威震慑当场 然而此时的龙浩天看起来却更加兴奋 他当即操控着巨龙朝军逍遥促冲而去 一瞬间便和无数飞剑碰撞在一起 结果下一秒 这条由灵气凝聚的巨龙便彻底被击溃 与此同时 龙浩天也被无数道飞剑淹没在其中 一击过后 龙浩天整个人以摇摇欲坠 虽然没有隐恨当场 但此时的他已无再战之力 只见他双腿一软 直接瘫软在地 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一开始的巨傲 他原以为自己在年轻一代终于无敌手 谁知今天却被君逍遥轻松击败 这对龙浩天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然而君逍遥对此却没有太多的成就感 只是转身对着众人微微一笑 见此情形 周围的吃瓜群众纷纷奉上祝贺之词 这让君战天也小小满足了一把自己的虚荣心 脸上满是欣慰之色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惊恐地瞪大双眼 只见已经战败的龙浩天竟然想要偷袭 而此时的君逍遥却浑然不知身后的威胁 堂堂龙族天骄却被一个十岁少年击败 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就当君逍遥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原本战败的龙子竟突然发起偷袭 一脚挥出 结结实实地划过君逍遥的后背 可让龙浩天没想到的是 在这一击之下 对方竟然毫发无损 反而是他的指甲当场崩裂了 就在龙浩天愣神之际 君逍遥当即转身飞起一脚 可下一秒他却愣住了 只见被踢中的龙浩天似乎毫无痛惧 整个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就在这时 他体内突然闪过一抹白光 随即整个人的气息陡然间暴涨数倍 见到这一幕 旁边观战的人不禁发出一声惊疑 他们看出这龙浩天刚刚是在催动龙原 强行突破到了神桥镜 只是如此一来却会让他根基不稳 丝毫没有任何益处 实在想不通他为何要这样做 此时的龙浩天仿佛陷入癫狂一般 发疯似的朝军逍遥冲过去 军逍遥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当即脚下轻轮 打算先与其拉开距离再说 然而当他转身看过去时 竟发现龙浩天的身上绑满了灵气四线 军逍遥瞬间恍然 这家伙一定是被人操控了 而那操控者就在这云层之上 见此情形 他当即释放灵气在手中形成一只长矛 随即鼓足全身的力气猛地向天空扔出 只见金色长矛瞬间破开云层直冲云霄 可就在这时 一道无形的力量突然将长矛定在空中 下一秒便轰得一声彻底溃散 这一幕看得军逍遥不禁瞪大双眼 他没想到自己的权力一击竟会如此不堪 就在他愣神之际 龙浩天再一次冲过来将他扑倒 见这家伙被人当成木偶操控却不自知 军逍遥彻底怒了 他当即一个头锤将对方撞飞 谁知就在这时 一道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 已触发迁到地点 十岁宴 宿主是否迁到 军逍遥差点都把这颗系统给忘了 见此情形他立刻点下千道 下一命 军逍遥只觉得身体中突然多出一股未知的力量 千道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七星奖励至尊骨 至尊之骨 三千体至中排名前三十 持有者能够越阶使用至尊级大神通 解锁至尊大神通 上苍结光 与此同时 军逍遥身上的异变也引起全场的轰动 我的天 那难道是至尊骨吗 这小子什么时候拥有至尊骨的 在看场上的军逍遥 此时他明显感觉到实力大增 即便是至尊镜他也有一战之力 而当他在抬头看向天空时 发现那云层之上有一条巨龙的身影 凭借现在的实力 他已经可以看出对方是龙族至尊 很显然是想要灭杀他这个人族圣体 却又拉不下两面亲自动手 于是就把小辈当作傀儡 想到此 军逍遥二话不说当即施展上苍结光 只见整片天空突然落下无数金光 瞬间让躲在暗处的巨龙无所遁形 见到这一幕 在场所有人齐齐露出震惊之似 没想到在天空中还隐藏着龙族的至尊 更为惊骇的是 军家的这位神子不过是真灵径 却能逼得一位至尊现身 整个荒谷仙域都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少年意外获得至尊 实力瞬间得到飙升 仅仅真灵径的打 一招上苍截止便逼得龙族至尊不得不献出言行 眼见计划败露 龙族至尊只得兴兴冷哼道 军家小辈勇气可嘉 今日之事到此为止了 话音刚落 却听君逍遥冷笑一声 呵呵 到此为止 先来军家挑事 再用这种下作手段针对我 现在轻飘飘地说几句话 就想让我巴手了 你好大的脸啊 听到这话 龙族至尊顿时面色一沉 你想怎样 只听君逍遥冷冷道 今日我就要紫城复叶 在此图了你这条衣球 龙族至尊顿时暴露 一股强大的威压从他身上释放出来 在场大部分人瞬间 被这股力量压得无法站立 然而十岁的君逍遥 却如同没事人一般挺立在园底 这一幕看得龙族至尊心中一脸 他不明白这个只有真灵静的小鬼 为什么能扛住自己的龙威 就在这时 一直沉默的君万劫突然上前 他要让对方见识一下 君家第五序列的实力 谁知却被君占天给拦了下 就当他想要一问究竟的时候 天空中突然响起一道威严的声音 一个小小的至尊也敢在我君家放肆 听到这个声音龙族至尊顿感不妙 可还不等他反 一道金光突然闪过 下一秒 他的一只龙爪便被斩落当场 见到这一幕 在场众人无不露出惊骇之色 堂堂至尊就这样被轻易地斩去一臂 可见说话之人的实力有多恐 而出手的也不是别人 正是君家的十八世子 他一把抓住龙浩天的脖子将其提在半空 龙族至尊一看连忙喝止 君十八住手 你敢杀他 老祖闻言不屑道 何止是他 你也一样 说吧手中一用力 直接拧断了龙浩天的脖子 见到这一幕 龙族至尊瞬间失去理智 怒吼着便朝对方冲过去 老祖见状淡定地抬起右手 心心一挥 一道金色剑气瞬间划过夜空 下一秒 龙族至尊陡然间停滞在半空 紧接着那庞大的身躯便轰然坠率 一剑斩至尊 所有人都无比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这时老祖看向君战天 让他把这条黑龙给烤 用来招待在场的所有来宾 君战天自然不敢有意义 当即应是 然而其余众人却是面露愁容 很显然君家老祖 这是让他们做出抉择 如果答应吃这龙族至尊的血肉 便是得罪了龙朝 可不吃的话 就是不给君家面子 就当他们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君家老祖的声音再次响起 想必在座诸位都知晓 我君家十大序列 个个都是绝世天骄 不过在十大序列之上 其实还有一个位置 见斩祖龙之子 硬扛龙族至尊 神子君逍遥正是我君家 新的零号序列 此话一出 众人瞬间恍然 难怪这君家神子会如此厉害 原来他就是老祖 清定的零号序列 然而君逍遥却对这些议论声 毫不关心 此时他正一眨不眨地 盯着老祖的方向 感受到他的目光 老祖有些疑惑地看过来 结果发现这小家伙 好像很在意他手中的龙仔 见此情形 他直接将龙浩天给丢了过去 随即笑道 这小子体内有尚未炼化的龙猿 你且将其取出 自行炼化吸收 对你大有弊意 宴会结束之后再来见我 说罢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而君逍遥则静静地望着龙浩天的尸体 不知在想些什么 天上龙肉地下鱼肉 可真要轮到吃的时候 却都下不去 更何况吃的还是一代龙族准至尊强者 此刻君家正用刚刚击杀的 幽龙至尊之血肉招待来宾 但身为君家第七序列的君万杰 却没把心组放在这上 然而当他找到组长时 还没等说话便被噎了回去 你想问君逍遥是否参与过序列争国吗 我可以明确地回答 没有 他的零号序列是在他刚出生时 由老祖亲自指定 这或许对你们来说不公平 所以老祖才允许你们随时 可以向逍遥发起序列争国战 他绝不会插手 而听完叙述的君万杰 先是思考了些 随即便杨庄有事离开了宴会大厅 此举也颇为被组长欣赏 想来如果他现在在宴会上 对逍遥发起序列 那君家的脸可就丢大 这时只见组长突然想到了 什么便询问使下逍遥谢的 而在听闻逍遥准备去炼化龙女 并且要一举从真灵境突破至神条近视 深知跨境突破的威胁 组长便立即下令 马上找到君逍遥 让他立刻停止了疯狂行 画面一转在君家深处的高楼上 君逍遥默默地将龙浩天的骨灰 交给君陵女 稍了 在这里找个地方帮我别 您似乎对此事很不高兴 在你看来我确实应该高兴 打败对立家族的后期之族 并抗了比自己高七八个境界的 至尊威压给家族涨了 这个世界的人命还真是贱了 然而听到这里君灵龙本想着安慰逍遥 还在表示这个世界本就是弱弱强势 他敢来这里挑事就要有牺牲的准备神 又何必见乎 可在听到君逍遥默念那这样 又和野兽有什么区别 君灵龙却微微笑了起 您思考问题的方式 简直就不像这个世界人 但如果您对这个世界的法则不满 那就只能成为至尊上的至尊天下 唯一的大人 只有这样您才有改变法则的能力 话音刚落只见君逍遥突然笑说 心中默念不论是重生还是戏 既然得到了这一切终归是有五 天上地下三千世界 为大人方可逍遥 这时伴着一股 被气息从君逍遥体内破散 一时间竟让君灵龙的毒瞬间放 因为他的脑海中看到了自己不敢想象人 那便是长大后君逍遥 正接受着万人敬仰慧 天地之鸣响彻整个环 而伴着一丝丝刺痛刺激着君灵龙返回现实 他便明白了这乃是自己的七窍 灵龙新窥见的未来场景 也就是说神子他未来真的可能会成为主宰 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没想任命 只见他找到了一片空地 手中龙园闪现而出 荒谷圣体每突破一个大境界 就会引发雷解 你先离开免得被剥挤 记得给我找了件新衣服 话音刚落只见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而伴随着龙园在逍遥手中 被缓慢的牺牲 远处的众人便看到了令人惊哭 就连刚赶到此地的组长 也只能更大双 因为此刻雷解已经将君逍遥的 娇小身躯全部拢到其中 变硬汉急速闪电 傲视苍穹为我君家神子 无时最上可触碰天道 十万雷解助我不想胜去 强烈的能量波动瞬间扩散 而眼尖之人看着那金色灵气 便已认出定是君家神子 再度光顾圣体之际 这时只见杜杰完毕的君逍遥 缓慢抬头剑 露出的真容净退去了 往日的幼稚变得更加坚韧体 望着面前那雷解的余威 似乎还不愿退死 君逍遥手掌缓慢展开抬起 下一秒竟然一掌拍碎了结语 这震撼一幕顿时 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掉了下 纷纷感慨着大争之时 怕是要变成君家神子 一个人的舞台 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没有这么乐 因为雷解智力和龙原理的能量 大部分都被至尊的吸收 以至于他的实力 目前距离神桥境还是差了 眼下要想快速获得进阶 只能寻求天才地宝来滋养至尊 随即看着正好赶来的君陵路 便通知他宴会结束 自己要离开天地宫去周游历历 立刻去找找有什么值得去的地 说完便转身向着老祖住所走去 于此 时在祖龙朝内 无上至尊正对着虚无愤怒咆哮 真当我祖龙朝是任人揉捏的路边野狗吗 这时只见身旁之人发出无奈之音 君十八世君家出了名的疯子 要找他报仇太难了 但同时又有人提议 既然他敢诛杀我们祖龙朝龙子和龙族至尊 我们又何尝不能杀他君家序恋 想来那君家神子也快到了出门历练的年纪 待我们龙傲天闭关出山的那一期 定门横扫先遇年轻一代 到那时杀一个君家神子还不是随手可为吗 画面一转君家神子十岁宴结束至极 当座上飞行器离开夜少 也便被管家询问此行收获如何 君家神子身怀荒谷圣体 以此至尊谷两种超绝体质 修为更是远胜于我 而他却没有因此需要甚至对我以礼相待 我可真是个废物 这时管家看着略显得一辈的少爷 还以为他倒心被崩溃 直到听着他接下来的叙述这才放心想 我没有资格成为他地路上的绊脚士 但有些东西总得靠自己去争取 未来的路才刚刚开始 谁又能预料到最后到底谁输谁赢呢 那么如果隔了十八倍 却轻又不是一种身体 正如君家第十八倍老祖 看着吸收完龙元身体发生对变的孙子 时越看越爱 随即便突发奇想询问君逍遥 如果多年后你成为了天帝该当如何 如果我成了天帝 定当镇压敌人维护世界和平 但如此循规蹈矩 每个天帝都尚且如此是不是太无聊 这时看着老祖略显疑惑的目光 一阵虎狼之词直接从君逍遥的口红标注 我为天帝必将开创一个正古朔经 超越所有人想象的心事 一个有手机有网 凡人亦可触摸星辰尽情享受在宇宙中自由飞翔的快乐 说到前面还好 后面莫须有的话直接给老祖听懵逼了 但已经知道孙子有远大抱负 心里没想到 来到君逍遥身边便询问他可想学习陆仙剑军 就是宁一剑斩杀幽龙至尊的剑军 剑乃百兵之君 荒谷仙玉的剑军好如烟海 而为猎其巅峰的则被世人称作五大神军 我君家的陆仙剑军正是其中之一 可因为他威力强横想要学会也是难上加难 以至于如此这陆仙剑军才不对普通俗人开课 免得他们浪费几十年的光阴 如今你即将出门闯荡天险 这剑军就当是我赠予你的 话音刚落就当君逍遥兴奋的锦王对老祖行李时 又被老祖一盆冷水浇了过来 虽然答应了你学完第一试就可以出门闯 但你要记得从今往后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老头子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再出手帮你 画面来到数日后的君家仓库外 此刻下人们正对着仓库内的人连连称赞 不愧是神子身边的侍女 我们大半年的工作量 玲珑小姐几天就干完了真是历 然而此时在里面的君玲珑 却没时间理会外面的追捕手 因为在整理清单时 她发现了一籽书信 玲珑无有敬请 家父重疾在身无力参加君家神子的十岁夜 君家贵为光谷无上世家 恳请赐不死 只要一诸以救我国之君亿万名人 诸雀国愿以国相报 看到这里君玲珑便响起了儿时的那种情 很明显这书信根本不是写给神子的事 就在这时一阵无形威压 突然将君家全部拢了 随即转头查看即 目光所致威压来源 正是神子君逍遥闭关的地方 先剑决现世以来无数强者为观 族长本以为是老祖出事 可明眼人却看出了这套剑决招式还尚不成熟 定时内仅用了三个月 就将路线剑决学会的妖灭制造 此刻在君家祖地内 君家第十八代老祖正目瞪口呆的盯着勇亭在 只见烟雾散去一道话里便传若 老祖 我这是仙云可算何够 这戏谑的一幕不禁让老祖突然发出哈哈大声 老夫当年参悟这是仙云用了整整一年时间 没想到你小子哈哈 接着直接怒拍胸膛 欣赏宠溺地看着子孙君逍遥大声发出豪言状 去吧 是时候去创造属于你的时代了 画面一转君逍遥便已离开了君家祖 闭关三个月吸收着空气中自由的位 让他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闭关前托付小银子找的闭关 不知道哪方面 而当他刚想去找爷爷辞行 却发现爷爷已经来到了他身边 看着君逍遥疑惑的目光 爷爷直接还了他一个白衣 别看了你这臭小子 搞出这么大动静 我身为君家组长能不来看了吗 之后再听说君逍遥已经学会了路线见诀第一事 发出感慨的同时也很 你这臭小子同小在我身边整理 我怎么没发现你身上还藏有一块至尊 而听着爷爷的问题 君逍遥自然不能承认自己有牵到戏的服势 所以便敷衍爷爷你这个大孙子呢 是个宝藏男孩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 话音刚落爷爷也没想听他的平嘴 突然正经起来 表示你身上因为有两种顶级体质 所以修炼也要付出双倍精力 特别是荒谷圣体在你出生时出现万圣逃败 其中还隐藏着尚未觉醒的意象 需要你自己领悟开启 但我却知道哪里可以让你加快领悟第二点圣诞性 这时看着突然迈起关子的 君逍遥便紧忙对爷爷发起了曾经百事不爽的撒娇攻势 逗得爷爷直接将他推到了一旁 询问逍遥你可曾听说过盘武神朝 那是一个不朽神朝级别的底尖事 虽然他的开创者乃是盘武大帝 但武军家同样也出过七天大 而这个盘武大帝身上就存在荒谷圣体 传闻在盘武神朝皇宫深处有一座盘武林可能和他有关 但那秘境似乎是不对外开发 不过如果你非要进去 爷爷为了你的前路强闯一下也不是不可 这戏谑一幕不禁让君逍遥发出感叹 老军家这股霸道劲还真是一脉相传啊 随即便承诺爷爷不用担心 等出去历练有机会一定会去盘武神朝一探究竟 可就在爷孙俩结束对话没多久 细统的声音变传了说 可悲催的是系统显示的千道地点天元至尊密造和盘武 都是君逍遥一时干会群上的 这时随着逍遥眼神忽然暴露 目光所至只见一个姚草身姿正立于竹亭内安静 呦你该不会是在等我 我是您的仕途 理应在此等候 而君逍遥如此恭维的回话 听得君逍遥也是浑身发尘 表示你可别这样我身的慌有事 直接说 这时只见君逍遥递过来一套竹简 竟突然对着君逍遥跪了下去 而逍遥本想吃得她不要随便这么唐突的想 但看着竹简所幸便决定先查看一看 随即一个朱雀古国的地名和一朱不死遥便映入了影 令逍遥惊喜的是在答应了君逍遥的请求 没想到还意外激活了系统迁到朱雀古国皇宫的任务 18岁国王身患重病命在旦夕 唯有求得不死药才能摆脱死亡重获新盛 而看着皇女为此整日烦忧 国王本想放弃生命让皇女解脱 不料就在今天不死药终于有了眉目 这时在听完侍女通报 新龙古国的皇子殿下正在天殿等候 气得朱雀国王气血瞬间上涌 差点没嘎过去 见状皇女败玉儿紧忙安抚父王切勿动力 表示自己有办法应付他 您就放心吧 不久后画面来到大殿中 看着正对自己恭敬行礼的拜玉儿 新龙古国大皇子肖臣不由地发出一声叹息 你我之间又何须这般客气 几日不见你又憔悴了不少 说完还不忘将此行的目的表 让他尽管放心 等到两人大婚之日 新龙古国定会奉上不死药作为聘 话音刚落就父心切的拜玉儿 也只能假装微笑回忆 内心只希望他到时候别反悔就行 直到送别肖臣后 拜玉儿的贴身侍女也是没忍住开始 陛下分明是和青龙国王一起探寻逆境中的 他们却以此要挟殿下联姻还真是不要忍 听到这里拜玉儿怕隔墙游而紧忙让阿珠闭上了 但同时他也明白如果联姻成功 朱雀古国就会彻底陷入被动 祖上传下来的这份积业也迟早会被青龙古国吞掉 而就在他为此惆怅不已时 一道通报声突然打断了他的思绪 报告殿下 君家 君家终于回信了 见状拜玉儿紧忙打开了预警 上面君灵龙的字迹让他瞬间大喜不望 太好了父王有救了 画面来到君家天地宫内 此刻君逍遥正盯着面前发呆 选择困难正在他身上被展现的淋漓之指 惹得老婆婆忍不住对君灵龙开始嘴挤 小姐 小神子这是在做什么呀 以神子的身份理应成做九龙玉女 怎么在这些异兽里挑选 这时只见君逍遥突然来到君灵龙身边 询问他那个叫拜玉儿的说求得不死要愿意以国相报 是指臣服于我 成为我个人的附属势力 话音刚落在君灵龙说了肯定的回复 也解释了其实君家每一位序列身后都有属于自己的附属势力 就连帝时序列君杖剑背后也有听命于他的补剑宗 朱雀古国近年来虽国力衰弱 但那皇女拜玉儿却身怀朱雀神火也算是一代天教 听到这里君逍遥突然咧嘴一笑 嘲讽君灵龙你不会只是在为你的小姐妹求情 这是一项面无表情的君灵龙竟直接换了副嘴脸开始装口 表示玲龙奇感 玲龙对神子绝对一心疑 又怎会为了区区外人坑骗神子的不死要 行了你别演了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不过我确实也不想把什么属雀之辈都收入威胁 朱雀古国配不配这株不死要还需要亲眼验证一下 而听着君逍遥耐于常人的想法 君灵龙正感慨着自己当初冒险认主简直太伟大 却突然又被君逍遥的奇葩行为弄得一阵无语 只见君逍遥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后 竟然选择了一只羊驼为坐骑飞要骑着他去出去了 啊呸咋的我不配吗 背弃族人勾结外族为货君家 按照族规理应将四肢定在木桩上 用阳光暴晒直至干枯死 和处置者君逍遥却大声 扬言自己未来可是天下的大力 让君灵龙拿出纸笔 寄下出山前来自君天地语录的第一条 那便是不叫而杀位之虐语 不久后在君家地牢中 听着牢门开启声 蓝青雅显然早已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表示自己只有一个请求 给我个痛快吧 然而君灵龙却根本没理她的话 只是宣告着神子对她下达的 蓝青雅你勾结外族为货君家 神子罚你常跪在天地宫外一年私 一年后恩怨自清你将被逐出君家 若你仍旧心怀怨恨可以随时向神子发起品 但若你仍不思悔改继续勾结外族针对君家 那么神子将会踏凭你所勾结的任何事 然后亲手杀了你 与此同时听闻此事后 爷爷正为君逍遥的心软和担忧 但族中长老却发表了不同意见 与其说是心软不如说在这天下皆行霸道的时代 他却想走那让万民臣服的往往 但这世上又有几人能真正做到万云结果 画面来到几日后的朱雀琥珀黄公妹 看着只有君灵龙竞争的如鱼而止 起初望外的玉儿殿下激动的连连表示 果然到最后还是要靠姐妹 男人根本一个都靠不住 可话音刚落君灵龙便一盆冷水浇在了他头上 表示麒麟不死要有事有 但却不在他手上 我的主君说要亲眼看看这个国家 值不值得他拿出不死 所以才没有一起过来 这时听到君灵龙的描述 让玉儿殿下忍不住发出感慨 天哪 你的主君 能让你这般天骄都心甘情愿追随的人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妖孽 此话一出想起神子平时的样子 顿时惹的君灵龙恐笑一声 表示这个只能等见面你就知道 此时在皇城内的一个酒楼中 看着酒水已经全部上齐君 逍遥忍不住发出一阵感慨 这就是好酒 如果要是没有这些吵闹的家伙 那就更好 我要的是你们这里最好的酒菜 你就拿这些垃圾打发我了 不知道我们是谁吗 喝水塞了一颗 一路之下就想要了电小二 看着因疼痛流泪 却一声不吭的电小二 令男人更加心生怨恨 发出邪魅意义 又要捏断脖子时 却被一人突然拦下了动作 怎么 朱确实也想来扫兄弟们的心 不 我只是觉得青龙屎 不必为了这种 服辱流的小丝动力 如果这家酒楼不行 我给您换一家更好 就是 这时只见青龙屎 就像扔垃圾一样 把电小二甩在了地上 表示这一次 就看在朱确实的面子上 饶你一次 说完便潇洒转身离开了酒 眼前发生的一切 都已被君逍遥禁收眼底 可令他意外的是 朱确实竟然亲切地 握住了电小二的手 交给了他数枚钱币的同事 还安慰他这些钱 你先拿着 再忍忍一切都会过去 这奇怪的一幕 顿时惹得君逍遥 好奇心飞起 随即紧忙抓住了 另外一名电小二上太的见细 询问刚刚那些人是什么人 在朱雀皇都 都这么嚣张 你们国主不管 随后听着 电小二的叙述方才得知 原来朱雀国主前些年 和青龙国主携手探寻利己 结果不幸被蛇魔 所伤身中剧毒下不来床 唯有麒麟不死药方可医治 恰巧青龙国主手中 有一株不死 但条件就是要和朱雀皇女 为姻 而刚刚那些人 正是前来联姻的 青龙古国大皇子守下来 听到这里 君逍遥突然笑了笑 管之内不死 千金满酒 你们真的认为 青龙古国会舍吗 然而电小二 却没想关心这些 此刻他只知道 皇女都在忍受屈辱 他们自然也亦不容辞 而看着君逍遥疑惑的目光 电小二显然已经明白了 他就是个外人 紧忙表示朱雀皇女 在他们眼里 就是信仰的存在 因为皇女身怀朱雀神火 神火不灭朱雀不亡 所以皇女殿下 就是我们朱雀国子民信仰的象征 听到这里 君逍遥大致已经了解了 目前朱雀古国的情况 随即不久后 他便来到了皇女寝宫处 这时在两名守卫模样 发现他的遗产 当准备动手 发出雷霆一吼 不曾想君逍遥 只是微微一笑 下一秒 其身体就已经越过了 二人数十米远 见此情形 两人也明白 此等高手 不是他们能对付 随即紧忙 大声呼叫了 敬畏军前来帮忙 来者何人 报上姓女 黄州军家 君逍遥 话音刚落 只见先前那两人 直接懵逼 但还是抵制住了 本句表示 即使你是军家贵人 我不能擅闯皇女起功 这不屈不挠的精神 顿时让君逍遥 对于朱雀国的评价 又增添了几个 这时伴着朱雀皇女 急匆匆地打 下一秒 一张惊恐的脸 便映入了众人的眼 完蛋了 察觉到气息 就立刻赶了过来 结果还是没赶上 一旦皇族圣语 受万人惊 却在土民面前 向一个素未蒙面的 陌生人当众下 甚至不惜出卖 自己身体为代价 才让男人 给了他一盏茶的功夫成就 就在当当 朱雀国玉儿殿下 想着闺蜜君玲珑的介绍 我家公子 虽然年少 但性格怪比 不会因为我们是朋友 而高看 我若开口 只会徒增他的反感 因此想要从他手里 得到不死药 只能靠着自己争取 然而如今的情况 却让玉儿殿下 让汉直流 因为君逍遥 不请自来的缘 当他得到消息 前来迎接 王公侍卫 已经把君逍遥团团为主 吓得玉儿殿下 紧忙拱其手 以千金之躯 当众向着君逍遥赔罪 可君逍遥却毫不理情 表示想必 你就是朱雀骨婆的皇女 那你应该知道 我是为何人 可你却没有提前通知手下 看样子是 并不欢迎我的道人 说完君逍遥 就要转身离开 不料玉儿殿下 竟直接跪了下 公子留步 冒犯之处 请公子赐了 只求公子 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话应刚来 只见君逍遥回头的同时 手掌灵光闪烁间 竟直接隔空 受物把玉儿扶了起 一个只想君玲珑 便出现在了身旁 坐在椅子上 这才把话放下 你一个皇女 当众下跪成何体 既然如此 我便给你一个机会 一盏茶的功夫 看你如何说服我 这时只见 玉儿先是咽了口碰 随后快速整理语言 表示火舟欲广三千里 地大物伯扶原辽阔 皆为诸雀 母国将统 公子若愿赐不死 要一诸就博主信仰 这亿万子民 包括皇族在内 愿为您安前马后万子 然而这一戏话换来的 却是君逍遥的轻蔑意向 我君家所住的 皇州光是土地 就比这里大半 更何况皇州旁边的稻州 也在君家的城市之中 何须你这一个 小小火舟为我所 听到这里 玉儿下意识地捏了下手 表示如果公子怨赐不死 自己可以奉公子为主 一生为奴为弊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众人一阵 可君逍遥却笑出了声 看到我身后的小林子 此人纵横江湖二十三年 端茶道水洗一碟 被杀人放火 谋财害命样样惊头 他就是我的侍女 你认为你能娶人 你们这些小姑娘 不要以为出卖自己身体 就能够得利益 连你只条明路 这个国家的子民 似乎都很尊敬你这个皇族 但我不确定 你是否值得他们尊敬 如果朱雀皇族 是一个连子民都保护不了的废所 我又凭什么 将珍贵的不死药浪费在你们身上 三天后我会离开这个国家 到那时如果还不能让我改变主意 那就说明不死药和你们无缘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原地 路上看着一言不发的君玲珑 惹得君逍遥一阵无语 随即便率先打破僵局 询问她是否是在怪自己 为难她的小姐 玲珑岂敢违背您的意思 只不过玲珑记得自己 好像没有杀人放过 更没有过谋财害命的 寺民们称作军妖子 可实际上却不尽女色 是个固折不扣的钢铁侍 魂穿到这个世界自带神机系统 堪称同龄人无敌的存在 甚至可以越级挑战修仙大王 以至于来到朱雀古婆迁道成功 系统奖励了古代圣兵奉明 奇山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用金手指通关游戏多没意思 所以我不仅要学会弹琴 还要学跳舞 有机会的话 还想当铁匠和木匠 然后想办法搞出来 计算机开发电子游戏 此话一出顿时又惹的 君灵龙一脑袋问候 而看着懵逼的君灵龙 君逍遥也没有在意 她只是笑着闻事 话说你那个闺蜜 到底会用什么办法 让我改变主意 我很期待你 我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的是 她的性格远比 她现在表现出来的 要更加张扬 话音刚落 只见一位婆婆 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后 来人正是照顾君灵龙 起居的花朴 小姐就在刚刚 你的那位朋友 带着修书去找 青龙古国的大皇子 我靠 这是什么剧情展开啊 走走走 快一起去看看戏 时间线回到几个小时期 此刻玉儿殿下 正握着并威国王的手 广播的绝心 我不知道那样做对吧 贸然行动的话 很可能会给朱雀 古国带来王博之威 然而听着女儿的话 老国王却没在意那么多 还特意为他打 一记强心针 若你真的想做 那就去作榜为复兴 只要神火不灭 朱雀就不会亡 而在两人谈完话后 玉儿很快便只身 来到了青龙古国使者住所 此刻青龙古国大皇子 正一脸阴霾地 听着玉儿说谎 修书我已带来 即日起朱雀古国 和青龙古国解除联姻 还请殿下即刻 返程数不远送 你是在羞辱我吗 这时听着大皇子愤怒的话 玉儿直接来了个反将军 表示事实好像是 你一直在羞辱我 甚至羞辱整个朱雀古国吧 表面上说得很好 要以不死药为聘 你和我成亲 婚期却定在了三年后 可我父王还能撑到那天吗 你手下天天折辱我 朱雀子民 你有管过吗 如果你只是想试探我的底线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这就是我的底线 这时被修书砸脸的大皇子 进不怒方向 挺运气啊 有了后台就是不一样的 听说日前有位白衣公子 闯入了你的起宫 而后又大摇大摆 从正门离开 应该是你的小情人吧 如此的你不过是 变成了另一个人的玩物 用身体交换 不死药自甘下子 确实没资格 入我们青龙古国的国门 这时就在两人队之间 隐身在暗处的君逍遥 听着二人对话 差点笑出了声 随即果然在他期待目光下 玉儿殿下便开始了反击 原来我只是觉得 你有点斯文败累 现在却发自内心的感觉 你很可怜 一个只能靠意想和侮辱 来挽回自己可怜的自责 作为一个男人 不是应该很可悲吗 话音刚落 只见气急败坏的大皇子 向后蓄力紧 停了下 而当大皇子看到玉儿 选择不反抗内心 便已经开始后 紧接着伴随君逍遥 看戏的目光 只见一道露出邪笑的身影 便映入了众人的眼 却母国最受尊敬的 圣女公主殿下 却卸下所有防备 正面承受了男人的权力一击 可那明显承受后 会让自己内脏粉碎的力量 却被女孩周身散发出的 火焰全部洗手 我受你这一掌 两国的勤奋就此结清 这里已经不欢迎你了 请你离开大皇子殿下 话音刚落愤怒的大皇子 大吼出败玉儿名字的同时 手中灵力闪烁 便对着败玉儿再次打去 当玉儿做出防御姿态 正准备迎接攻击时 但你遇到报价神传 烟雾散去令两人震惊的 一幕便发生了 只见大皇子的攻击 竟然被单手挡 我喜欢你的回答 你说服我了 此话一出顿时惹的 玉儿殿下兴奋不如 然而大皇子却一脸问号 只是询问着的是谁 我就是你口中玉儿的小情人 心不惊喜一不意外 他瞄得你们这对狗男女 苍龙破天拳 不好意思 我现在看到龙族就有点心 这时随着君逍遥一季节 龙手正面击中了大皇子 凤苦的嚎叫声 瞬间传遍了九座后果 大家都没想到 堂堂青龙谷国大皇子 运贵被一招秒杀 毫无还手之力 震惊之余 败玉儿急忙把头转向身 询问君灵龙公子 现在是什么修为 萧尘也算是四项 古国名声显赫的天骄 竟如此轻易被击败 公子目前是神乔庆后期 是超出你们俩整整两个大镜子 而且公子今年只有十岁 虽然他看上去挺大致的 但事实就是如此 画面转到战场中央 面对着如此强大的敌人 萧尘将外套抛向空中的同时 周身雷光不断伸出 气息竟在短短几秒间开始暴增 龙气加深 看来你有点机缘在身了 而听着君逍遥戏谑谑的言语 让萧尘更加怒上加怒 挥出绝学青龙天坐映 就要君逍遥给他跪下 听你也配让我跪下 说完手掌瞬间金光汇聚 下一秒在真龙困天树 被喊出来的同时 便看到了金龙泥 玩到了萧尘的攻击 并直接对着他本体歇来 随即根本由不得萧尘 做出任何反应 金龙攻击便以迅雷 之是正面公众 神坑朱就弱点 双目轰动丧尸最终性命 击败他的金龙在保护的运势 男人这才厚制厚制 面前之人是他一辈子 都不可逾越的公共 可看着君逍遥蔑蔑视的眼神 一代青龙古国大皇子 最后的执念被彻底击负 然而君逍遥看到萧尘 还想输死一步 眼神微眯皱了皱眉间 下一秒手掌向下挥舞的一刹 无数道尽 便以催扑拉朽之事 来到了萧尘申请 手指微躯就要将其当场射杀 却被玉儿殿下大叫阻止了攻击 这一幕不仅惹得君逍遥极为不熟 就连萧尘也感到不可思议 那么败玉儿难道是要救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他要是死在朱雀皇宫 可能会有点 能扔出去再打吗 话音刚落在萧尘的怒骂声 传出的嘴是 却逗得君逍遥笑出了声 随即只见君逍遥手掌 内灵光突然省 紧接着萧尘便被禁度 提到了半空中 反观萧尘即使认出了此招 乃是隔空事物 但他却还是无能为力 只能沦为愚弱 这时只见君逍遥手掌 突然紧 向后扯力的瞬间 一道青色龙魂 便被他从萧尘体内转了 这就是你以为傲的人气 杭州军家君逍遥 记住这个名 欢迎你随时来找我父亲 说完全风便向着远处大力挥舞 一代青龙谷国大皇子 就这样像被扔垃圾一样 甩飞了出去 见此情形 皇女败玉儿脸都要绿 直到听说了萧尘没被弄死 只是被废的经脉沦为废人 这才松了口气 说完君逍遥便把龙魂 再次提取了出 突然将其推入进了败玉儿身体 青龙行怒女行火 以目生火 这龙气能助你突破 真灵进你收下来 听到这里败玉儿本想磕头道歉 无料却被君逍遥阻止 表示先别急着谢我 带我去见你父亲之后再谢也不止 说完便在败玉儿 欣喜雀悦的引领下 向着皇宫内院走去 号称国服第一审议 如今却没头紧索 给国王下达了死亡诏书 原来国主身患不治之症 即便是华陀在世 也必将回天坊 这时伴着一道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皇女拜玉儿竟真的将 国王为一生的希望带了 国主拖着游进灯窟的身躯 起身咳嗽几下后 这才看清了玉儿殿下 身后那道身影 听着玉儿的介绍来人 正是君家的神子君逍遥 而国主怎么也没想到 来救她的会是前段时间 硬抗幽龙至尊的君家零号序言 所以她根本不敢有任何怠慢 拖着病体就要向君逍遥请安心 不料却被君逍遥挽延回局 国主不必如此 省去那些繁文辱节 贵国皇女通过了我的考验 所以我会信守承诺 赠予阁下一株不死 这时看着在整个荒谷仙域 都找不出几株的麒麟不死 君逍遥一出手便是四株 直接让国主再次刷新了 自己对荒谷世家的理议认知 但君逍遥却把丑话说在了前方 要是如果国主接受了不死 那么从此以后 朱雀谷博便将臣服于五君逍遥 成为我个人的附属 听到这里 博主明显对君逍遥说的话震惊了一下 随即脑海中快速旋转 最后目光看到了皇女拜玉尔点头的举功 便毫不犹豫的双膝跪 向着君逍遥行跪拜大力 至此在神子君逍遥走出宗门 第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附属国 就这样宣布归位了 寒风刺骨凄凉惨淡 画面的另一端 刚被君逍遥击败的青龙古国大皇子 走在大街上 正接受着百姓们嘲讽和谩骂 每一句都像刀子一样扎在他的心上 以至于走到了荒郊野外 他终于没能控制住内心的冲动 对着面前的大树开始无差别打击 肆意地宣泄着情绪 直到大树被轰得倒在了地上 羞愤的哭声刚要传出 这时脑海中一道声音突然出现 我青龙古国的后人都如你这般没有志气了 这时就在萧尘四处张望寻找声音来源时 位于脖子上的项链突然发出耀眼光芒 紧接着一股强大的气息便席卷了大地 带到气息散去 一道长有龙脚的巍峨身影便映入了眼 怎么 后人已经将老夫遗忘了吗 在青龙古国大皇子 竟被一个老头当街训斥 然而当他看清来人长相后却不露方向 原来项链中出现的人 正是家里庭院中央摆放的雕像 青龙古国的泰国老祖青龙上人 变出祖先后萧尘紧忙赴身行礼 随即听着老祖对他刚刚举动的不满话 一时间投血上涌的他进口出狂言反过来质问老祖 宁可是半只脚踏入至尊的强者 看到君逍遥如此放肆 您为何不出手将其当场震杀了 听到这里青龙老祖虽然内心不满 但还是对着面前这位家族未来继承者耐心解释起 先不说老夫如今的实力已经不足巅峰期的十分之一 光是那君逍遥君家神子灵号序列的身份 就不是我们青龙古国可以招人 就在不久前君家老祖刚出手 斩杀了和我同境界的幽龙至尊 君家代代都出疯子 若是听了你的话对他出事 不出半日青龙古国就会被君家移为平定 这时看着一脸违废的萧尘 老祖微微一笑称赞萧尘乃是青龙古国的气韵之子 老夫自然不会袖手皇冠 青天画龙不破不立 老夫今日便把青龙画天诀传授给你 只要将其修炼大臣 君逍遥今日给你的羞辱 你一定可以百倍奉务 数月后画面来到朱雀皇宫内院 看着面前正盘坐修炼的君逍遥 盖玉儿忍不住发出惊叹 感慨神子短短数月境界就已经来到了神桥境大圆满 这修炼速度还真是让人叹息极度 然而君灵龙却没这么些 可能只有他才知道这种修炼速度对于君逍遥已经算是慢的 恐怕大部分时间都是浪费在路线剑绝上 不久后伴着君逍遥双眼微睁 君灵龙殿开始固入正体 刚刚收到君家传信 是将剑公子寄来的消息 话音刚落只见君逍遥的脑海中先是一堆问号 缓慢掠了 紧接着一个长有浓黑眉毛的身影便出现在了脑海中 而看着君逍遥点了下头 君灵龙这才敢将密令打开查看 神子静起 南原道州异象显露有至尊气息弥漫 若无意外当为原天至尊密藏出世 特此告知 仗剑静上 听得信中那过分尊敬的语气让君逍遥不禁感到一阵困 直到听了君灵龙的解释 可能是因为蓝青雅的事 君仗剑才领了君逍遥一份人情 这才恍然大悟 那么既然这样足凶的好意我便收下 说完又把目光看向败玉儿询问其父亲状态 回公子 父王吃了不死药后身体已无大碍 现在正借助着不死药的药效尝试突破圣经 听到这里君逍遥也没抢破败玉儿一起跟绝他去南原道中 只是嘱咐了玉儿他走以后若有事随时传信给林伦 我君逍遥的人是绝对不允许被别人欺负 三千道州昆中 又被称为地狱平级流寇红旗 妖兽掠掠天的仪器之力 少年初登这片荒芜之地 漫天飞兽吹响的衣剑 目光扫逝的一瞬间突然开始聚焦 手蹄向后蓄力剪 一股蓝色能量自手掌铺快步过去 下一秒青天四龙首五个字便被萧陈喊子 带途落地之时 妖兽与飞一分为二生机全无 不错 能在短短数月就将青天化龙爵修炼到第四处 修为更是提升到了神桥境中期 无愧是我青龙谷博的伯运之子 听到夸赞萧陈本想表达谦逊拜谢老祖愧责 不料却被一阵猛疾声突然打 嘿嘿 美人往哪跑 在昆州范围内还没有人能摆脱我们魔狼道的追击 此刻不远处萧陈已然也听到了盗贼的自爆名号 并且经过老祖判断他们的头领实力已经达到了归意境 而这一境界正是突破神桥境后的下一个大境界 不明白此人已有如此实力为何做 让萧陈对着头领露出了鄙视的神情 但在场的所有人可能都晓得 劫匪此刻追逐的美人如果不是无法重用修文 他们的人头或许早已分家 美人你还是老实跟我回家吧 话音刚落一道身影红天而降 笔直地落在了头领的正前方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未知一己 然而当萧陈露出那副乳秀未干的面容之后 这才惹得劫匪们开始哈哈大笑 哪里来的毛头小子敢管我们魔狼帮的事 实相地赶紧滚否则 然而还没等头领的话说完 萧陈的拳头已然来到了他面前 根本没看清萧陈是什么时候动手 那头领便被一拳风飞倒在地上不知死 剑状剩下的匪徒本想群起而攻之 而随着青天化龙爵的再次试试 仅仅是一个罩目 周身五米开外便以视横便以气息全无 一套动作下来萧陈这才注意到了身后之 可他也没想到自己随手打抱不平就了 薄杀之后藏着的竟是一张世间罕见的爵士龙女 从救美本想一走两只 却被藏在身体中的老祖一语惊喜 听说了此女竟然可以瞒得过至尊强者的探查 身上必有重保护体身份感定尊贵 因此萧陈便立刻修正了态度 并邀请女孩剩下的路一起同行以保护她的安全 因为萧陈刚刚才继承了老祖的爵士神 一路上遇到妖兽根本用不上女孩动手 这也让女孩慢慢接受了这个意外遇到 夜晚十分寂静无声 只有一丝丝火焰燃烧的声响围绕在两人身边 伴随着萧陈把刚烤好的鸡土地点 头沙摘下 当女孩露出真容的一瞬间 那一抹火光映衬着的爵士容颜 不禁让萧陈脸色骤然变化 这尴尬一幕也惹得女孩无嘴抠心 等萧陈反应过来才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表示自己只是想起了那复兴的未婚妻 没有别的意思情样子 而随着两人敞开心扉聊了几个时辰之后 只见女孩突然愤怒起身 那驾驶就是要替萧陈去找她口中所谓的世家公子报道 随即听着萧陈的委婉拒绝更是怒骨终烧 下一秒一道令萧陈欢喜的话便传进了 萧陈你记住不管那世家子弟是谁我都无死 如果让我知道那家伙还敢继续仗势气人 我五明月定要让她知道什么叫后 听到这里萧陈表面上还在劝五明月消消气 实则内心早就乐开了 暗自窃喜这下有残舞神朝的长公主相助 君逍遥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 另外一边只见君逍遥一个喷嚏突然打了出来 她喵的是谁在暗地里骂我真是佛 这事伴着君玲龙的小口微开 可看九龙雨飞车之外 一座庞大红伟的岛屿便映入了眼 四只神鹿齐鸣狂风骤起 君家的先前部队已经做好了迎接准 脚步倾台君逍遥缓慢走下了将军 君家子弟拜见神子 这时君逍遥显然也认出了为首之人 就是和他曾有些过节的君家帝时序列君杖剑 但他却像四不计的两人的恩怨一样让几人伏必拖 都是君家子弟不要太过生的 见此情形君杖剑的眼泪都快下了 趁着热乎静紧忙开始了介绍 此人乃是道极天宗的老道俩 话音刚落听着老道的恭维之词 君逍遥也明白了此人的身份 定然是在道极天宗宗主之上 随即也不敢怠慢连忙回问 老道早已为神子安排好了诸所这边行 此言之不仅让六十岁大叔都记得 恨自己不是女儿身否则定要给他生同 还让一群美女为他心脏骤体 心生爱意陶克也要看开你 他就是被地球人称为君妖子的军家 神子君逍遥 但此时他却没有心情理会身后那些生 从军杖剑的口中得知这次军家前来探查 天元至尊逆藏的还有君万杰 而那被称为军家第五序列拥有雷杰战体的皇兄 也正是对君逍遥零号序列身份最肯定的 与此同时在道极天宗的一间客房 君万杰正盘膝打坐运行功 只见其周身雷光闪烁却伤不了他僧头 就在雷影即将炸裂的一瞬间双眼不然睁开 原来是君万杰的追随者黑土前来汇报情况 而听说了君逍遥也来到了道极天宗 君万杰忍不住开始吐槽起了军杖剑舔狗恶心 剑撞黑土连忙附和着表示一个出出茅庐的想法 和大人们相对 没有谁生来便利于高高在身 看着吧 我会向君家证明一切 另外一边位于龙州的祖龙朝 只见一道娇小身影正向一处悬崖边 再来到边缘的遗场 一道庞大巍峨的龙影 突然自始龙更大了 然而小女孩见到青龙不仅没害怕 原来小女孩正是苍龙虎皇之后龙女龙碧池 面前的青龙就是她的老祖 此次将龙碧池叫来的目的 就是要他前去天元至尊密藏 夺回府内丢失的原谷龙虎 并且还特意嘱咐了一定要注意君逍遥 然而龙碧池听到这里却丝毫没把君逍遥放弄 惹得老祖不免发出一声叹息 刚要出言训斥 可龙碧池根本没给老祖击他 行李告别后便转身离开了原谷 画面转到另一面 同样因为老祖的灵魂附身存在 青龙谷国大皇子萧陈 也则知了天元至尊密藏的消息 夺取远古龙谷自然也成了他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随即他便没有犹豫 再和明月公主告别之后 便静止地朝着道起天宗飞去 就在旗上飞鸟 又突然回头叫住了明月 终有一日我会亲自去盘武神逃娶你 我萧陈说话算死 绝不失言 说完便潇洒转身向着远徒及视而去 可五明月听完后面色微红间又忍不住 发出一声叹息 这小子不说什么 我们之间终究是不和 他还一听到现在已经打了一板哈起 等待逆境开启让他不敢入睡 连茶叶都要喝光 百无聊带之际性格是女提醒才毛色顿开 公子不是要学琴吗 正巧此次雪皇大人也再不如向他讨教一些 听到这里君逍遥紧忙将目光转向了俗媚君雪皇身上 见状雪皇也表达了自己的确精通些情 但相比于线武情宗的娇女们还是不值得一提 话音刚落没想到那平时高高在上的君家神 竟直接来到了雪皇身边露出一副讨好逆人的神情 以至于让众人都忍不住开始唤醒 难道神子平时是个逗兵 只有战斗的时候才会正经起来 然而君灵龙却早就对此习以为常 当下只是把目光停留在了桌子上 即将被喝光的茶水上 不久后画面来到街上一家茶馆 面对着店家对客户异常热情的销售台 在即将把他家的茶叶夸上天使 君灵龙直接拿出了一打紫钱 让他赶紧闭上了座 就在这时茶叶竟被一只大手突然按下 抱歉 这万年份的清心灵茶我要 说完那人本以为君灵龙会因此恼火 甚至忍不住对他出手 却没想到换来的竟是一张极其平淡的 老板 能告诉我还有哪里卖这种万年灵茶 这条街的灵茶我全都要了 听到这里君灵龙是真的忍不住 直接对着来人拘了一躬 那架势就像参加葬营 因为他已经从来人身上看到了 一位似曾相识的故人影子 如此挑衅君家贵女 你是不想活了吗 话音刚落只见来人目光转一间 下一秒直接闪现跃到了五米开外 但君杖剑也没去追他 只是提醒君灵龙此人 乃是君万劫的追随者黑土 是故意针对你的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此时黑土显然也认出了来人 乃是君家帝时序列君杖子 随即便忍不住开始嘲讽 听说你因为那个女人被君逍遥揍了 如今沦为了他的田狗 看这样应该是真的了哈哈 说完反观君杖剑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 脚步轻一间 还没等黑土做出防御姿势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锋利的剑人落在脖子上 让黑土明白了自己和君家帝时序列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而就在君杖剑即将挥舞宝剑时 一无形威压突然将他全部笼罩使其动弹不足 你好歹也是君家帝时序列 如今却像条狗一样对君灵龙摇尾了 如此自甘堕落不如趁早卸下序列身份 你看如何 听着君万劫挑衅的话 让君杖剑忍不住对着天空讨笑你到底想做什么 话音刚落只见君万劫突然露出邪魅一声 紧接着右手排起间数到雷影形成的一刹 一道话语也团进了君杖剑的耳朵 做什么 稍微教训一下不成器的足地霸了这里也够了 十万福克续就雷霆之怒 剑斩惊雷躲过致命一击 感受着体内残余的雷霆之力让君杖剑内心震 仅是一招雷弓力把威力竟如此恐怖如斯 但同为君家序列君杖剑还是挺的压力 看向上方呵斥君万劫理想城市操哥吗 然而换来的却是一句紧 回去告诉君逍遥让他以后做事低调的 话音当落就连君万劫手下黑徒也过来凑起了热 告诉你们家神子 我家大人才是君家新一代的顶娘柱 说完两人便消失在了原地 剑撞君杖剑这才松了口气 听着君玲龙的询问 回头看向君玲龙时 刹内间自己的心保护都要碎了 我挨揍的时候这女人居然还在给神子买 可想归想他还是把剑收回了起 表示自己没什么事只是身体还有点麻烦 而听着君玲龙问自己要不要将此事告诉神子时 想到君逍遥断不会善罢甘休 君杖剑还是建议两人不要生仗 密藏开启再急还是不要内斗走 不久后就在两人回到住所前屋内突然传出异醒 极其难听的声音让两人在原地驻得了许久 直到君杖剑忍不住问君玲龙 就这事 君玲龙猜测可能是神子的练起 打开房门后证明了果然还是玲龙了解君逍遥 而见到两人回来君逍遥本想炫耀自己的情意 出见 下一秒眼神微宁间 还没等两人做出警示 来到君杖剑身前直接抓住了她的神 你和谁打架了 君逍遥问出此话并非空血雷 因为以她的实力见到君杖剑回来时 便看出了她体内的雷霆之力已经渗透进了经脉 如果不立刻处理 丁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内伤子 随即君逍遥也没犹豫 只是让君杖剑把牙关咬紧 紧接着一捧 庞国之力瞬间涌入到了体 伴随着残余的雷霆之力被慢慢驱逐 君杖剑这才明白 如果不是神子自己可能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不久后随着君逍遥用灵器将君杖剑的经脉全部输 还莫等君杖剑磕头致谢便再次传来了君逍遥的问问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想好的再回答 是谁伤了你 与此同时在另外一边君万杰的住所 此刻小弟黑补还在捧臭脚表路中心 可就在君万杰自认君逍遥要是稍微有点矛 就会选择在密藏开启之后等她时 但随着一股恐怖威压突然降落 君万杰眉头紧触见 直接带着飞子冲过窗户向着屋外跑去 只见屋外一道庞大的金色手掌已然到达了住所上 下一秒直接以飞出拉朔姿势将整座楼宇全部捋住 我这人啊从来不计隔夜场 如果有人得罪了我 我都会当场打回去 想胡人听说 却被对方用稍作惩戒为言 而且还反过来嘲讽男孩没封度不配神子之称 不曾想神子听了警示微微一声 紧接着就在电光火时间 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谈 君逍遥的火变已暗在了君万杰的仆人吹徒脸 下一秒继续冒发直接向着地面大力 红固威压瞬间脸告成了一天 而让君万杰更为震怒的还是君逍遥接下来说说 放心我只是稍作惩戒没杀他 想必以足凶的风度肯定不会怪罪的事 话音刚落指定君万杰周身里然雷光上 下一秒直接使出绝绝八方金雷掌对着君逍遥正面踪去 却没想到君逍遥仅仅是将胳膊缓弯抬起 两人手掌接吐的一刹 地鼓催哭拉朽之力瞬间传出 直接将君万杰正面轰飞了头 这时身后黑子的咆哮声突然传出 飞舞弥漫间竟想用献祭的邪术对着君逍遥 然而事实就是还没等他有所信 随着君逍遥的眼神转移到黑子 刹那间一道金色能量链条直接贯穿了黑子的身体 随即在君逍遥喊出地狱龙卢四个天 地鼓不可放火的牺牲 便瞬间将黑子吸进了一气 这下也将回过神来的君万杰撤死金 此刻雷电仿佛如如他的兵器一般随意掉 我修至尊法身具雷杰战体 当替天刑法掌控万导雷击 八雷禁决 光雷神 可即便面对如此雷霆一击 却只换来了君逍遥一剧涅 万导金剑汇聚转眼间便形成了一道金色镜 随着君逍遥默念出真龙困天树五个字号 大手一挥 双方攻击正面相撞 只见君万杰的瞳孔瞬间怒争 自私无意为傲的绝世公团就这样被残忍拟 城库攻击的君万杰倒向地面生死不明 罗伊亚 是什么给你的自信来惹怒的 刚刚经历一场旷世大战 战败的屈辱感让他一份凶 又是不可抵抗的一脚踢在了自己身上 直到敢说自己如同垃圾一般可以被人责义丢起 这一刻才终于明白 眼前之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而且他今年才只有十岁 战斗的声响很快便引起了各方势力 有人甚至已经开始猜测是君家内斗搞出来的动静 剑撞军仗剑起盲向着神子传音 表示为了不让君家被嘲笑 还请速战速决抓紧彻影 手掌微曲轻轻探索 堂堂军家序列高手就这样被耻辱地拎起了脑 没那个金刚钻就别懒辞气了 你我本是同族理应同仇敌忆共进 奈何你小肚鸡肠还愿意装逼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臣服于我做我的奴隶或者死 你选吧 听到这里君万杰本想起身保护自作 不料君逍遥仅仅是将威压略威势 一举跪下船 无形中的气势便已冲破了君万杰内心人 随着君逍遥三秒钟的考虑时间命运下 无数道画面不自觉地开始在君万杰的脑海上 直到一个小女孩的身影突然突起 地生哥哥让他直接控制住了内心人 君万杰愿臣服公子 此生此事万死不辞 见此情形君逍遥也没有任何废话 手中灵光突然炸醒 静止地朝着君万杰脑门暗门 而伴随着奴录缓慢成形 也预示着现在只需要君逍遥一个念头 就可以将其震杀 此刻的君万杰也终于放下了自尊 表示自己在下界还有个妹妹 当初她曾承诺妹妹一定会带她回到仙玉 然而上界的九天仙玉和下界的十方大路 之间的壁垒可能是普通人一辈子都无法跨越的 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君逍遥仅仅用了一个以后可以帮助她的程度 竟把君万杰感动得痛哭流体 地狱军家内斗爆发 种种传言瞬间弥漫而来 就连奴卜是你都看不下去 然而君灵龙想说的却并不是君逍遥内斗的事 而是当着一样在之前曾被君逍遥收服的军杖戒面前 炫戒神子以后再遇到挑战的事不要再高举轻暴 这个世界强者为尊 怜悯别人就是在给自己埋靠 无论是刚刚战败的君万杰或者是之前的蓝青亚世界 都给世人传达了一个信息 那就是君家神子是个仁慈的 即便招惹了也不会被杀 甚至运气好还可以获得利益 因此以后来找事的人只怕会越来越来 我也不是什么人都收啊 那个黑小的不是被干掉吗 听完君逍遥的回答君灵龙还想出言劝解 突然又被神子一句给你讲个故事把掖了回去 从前有个少年自幼无父无母被算命瞎子收眼孤骨一 有一次他曾因为救助蜜水了 反被埋怨自己就是推人入水的凶手 还让人打了一堵 可就在男孩觉得委屈时 算命先生却又问他如果再次遇到这样的事还会伸出援手 得到的回答竟还是肯定的 如果那儿童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被撞死 或者再次逆舍 自己肯定会拍手较好 但要是发生眼前他还是不会袖手旁观 如此才会心安 再算命瞎子口中能顺从自己内心的行动而自由 便被人们称为逍遥 终有一日你会因此受到上天倦骨 从而战上世界巅峰 听到这里当君灵龙询问你该不会说这个孩子是你 君逍遥又用言语堂塞了我 表示急调我杀了很高兴的 在这大争之事也不会让那些天骄争气 我留他们一命不是因为我能死 而是这样做令我很熟 我明逍遥若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还算什么逍遥 神子的一戏话顿时让君灵龙毛色顿开 而就在主仆几人聊天室 位于不远处的高塔内 一名男子正眺望远方 君逍遥三个字缓慢地从口中流出 作用十大序列 代代人才辈出的君家 拥有先天到太原灵道体的无数顶级天才将军 剑魔转是同辈无人出其左右的叶不辰叶家 此刻鸣冠天下的玉三家却沦为了人们谈论的效果 原因就是因为刚刚才发生在南天城的君家内容 而说起了玉三家 大家都不由地将目光锁定在了鸡选身上 表示鸡家想当年也曾位列玉三家之一 对内斗之事该做何感想 换来的却是鸡选微微一笑唐色 鸡选文文儒雅的性格让众人不免发出叹气 想当年你也是击败过君家序列人 没想到如今不仅没有骄傲法更加谦选 真不愧被称为圣灵书院的小圣人 听完大家的追捧鸡选表面上笑嘶嘶 实则内心早已把他们当成了处 可君逍遥争锋明显不是他的目的 此行进入天元密藏内 如果能得到那样东西 就能赞赏年轻一代的天童 到那时还回须在意什么玉三家 与此也是一道光骨气息从天而降 惹来大荒森林无数妖兽为官 就连玉三家为首的各个势力党老也就惊动了道歉 大家很快便看出了这次天元密藏四变形 里面散发出的黑气和抑郁的黑暗物质进大致相 话音刚落便惹来了青龙长老的好 扬言你们君家要是怕了可以当个缩头乌龟酒 你这青皮尼丘是想不拿黑皮尼丘的后场吗 君家长老的这句话显然已经触碰到了青龙长老的逆点 刚想动手幸好将家长老出言阻止这才就此做 要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别的是这次历练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当然要继续 如果遇到点困难就退缩 那以后地路开启 这些天交就也不必参加了 而此时看着不远处内股阴暗宏伟的能量链体 君逍遥几人已经坐不住 却是一道光柱突然自成中射效了 成形之后映入眼帘的近视一面镜 而这面镜子正是君家的普圣冰观天井 用来让君家长老们观看君家地主在密堂内的影响 伴着观天井出现众位各方势力的长老投影 表示天元密藏已经开启 不朽道统封天佛地老一辈修饰不得入面 此次密藏凶险万分实力弱者未把幸运因失去 现在我宣布天元密藏正式开启 话应当落伴着君逍遥一句出发 挥下四大护卫应声而走 然后君逍遥的一句话更是震恨的大感情 你们六点 这次就让这方听心欲的所有人 来真正见识见识我们君家年轻一代的实力 密藏开启无数强者蜂拥而上 先欲江家地主法气领主 展示大家族体育领先姿态式 被撞飞的伞兽们只能选择重球敌 想要一起出手来击败江家灵藏的攻势 这时只见人群中一个白衣少年突然退一步 畏略江家灵船上空这才停下了走 精准落在了船的甲板上 而随着君逍遥抬起头的一刹 一道话语也同时传进了众人耳 哟 这不是小姨吗 需要帮忙吗 目光所及之处还没等江圣一做出打法 只见君逍遥已经回头看向了君玲珑 收到指令的玲珑也没有任何人 跳下船主 上披荆斩棘将一众臭鱼烂虾全部击退 见状军逍遥这才满意的露出了笑容 但江圣一的注意力却丝毫没放在君玲珑身上 君家第十序列军杖剑 第七序列军熊 第五序列军腕剑 看到这里让小姨江圣一也不免发出叹息 十岁宴上出席的三位序列竟都跟随在他身边 看来我这外甥已经大事出城了 话音刚落只见前方战场忽然 紧接着被轰飞的君玲珑便映入了众人眼 直到玲珑稳住了身形 捂着右臂的伤口这才发现 刚刚对他发出攻击的竟然是鬼灭人熊 而且看那架是鬼灭人熊已经进入了狂暴状态 此刻的他修为已然堪比一个神侨静大后期的人类时 这时君玲珑也听到了后方君逍遥发出 打不过我随时来救你的 让君玲珑面色一黑直接拒绝了逍遥的好 整顿衣衫洗脸容再次奔着鬼灭人熊冲去 眼看着鬼熊举起猎枕 发出雷霆之怒大力朝着前方拍去 只见君玲珑利用身法碧齐锋芒来到了鬼熊身后 手掌微强又骤然起 下一秒直接对着鬼灭人熊救生起 剧烈的爆炸声瞬间想撤了鬼灭天 烟雾散去只留下了鬼熊的尸体躺在地上 这雷霆一击不免惹得在场众人发出惊叹 听说此女仅仅是君家神子的侍女而已 这玉三家之手的实力如此恐怖如斯吗 而话音之外步伐有明眼人也看到了其他强者的身影 红样以一击之力击败了打雾妖兽 正是被称为鸡家的小圣人鸡血 手指偏移在转到另外一处战场 一个身穿斗笠遮盖面容之人 也是稍一用力便击退了白犯妖兽 但不同的是大家都不认识发出攻击的人事实 唯独君逍遥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微微一醒 有熟人来了呀 天元至尊秘境这下该热闹 今天召唤明神神 丘苏拉朽顺秒太古凶兽 装逼支持让众多粉丝眼前一眼 可等了一周就让我们看一套连招 就算是小白我也要发发牢骚了 就在刚刚听着君逍遥说他看到了熟人 君杖剑急忙开始扑凑起来 表示他也同样看到熟人 便是和他有过一战的小圣人鸡血 那一战以鸡血胜出告终 至此这小子就开始到处扬移 自己战胜了君家序列真是可怕 然而就在两人对话间位于飞船的下方 消沉目光紧紧地锁定在君逍遥身上 嘴里念叨了一句随即略微偏了偏头 在其身后不远处一个头戴白纱帽的女子 飞船停留在了一处巨大裂缝正上方 按照江圣一的推断 此次天元至尊秘藏应该就在裂缝之内 而随着飞船缓慢开始顺着裂缝下降 一股股一变后的黑雾竟自动压制住了重用的气息 看着大家正运功抵御 唯独君逍遥自己一脸问候 后来听着江圣一解释 原来是因为君逍遥身怀荒谷圣者 致阳至刚邪最不清 所以他会没有任何意义 这时伴着飞船逐渐接近裂缝伸 那一鼓鼓一变黑雾突然开始到 紧接着在军杖舰拿出宝剑人叉子 黑雾散去一道巨大的怪神 身影变直愣了美好的非常行 江江护卫们很快认出了怪物身体 乃是堪比归一镜实力的太古一种恶魔员 而同时随着恶魔员的出现 也同样吸引了秘境外的各个家族开始焦头接耳 你们军家的神子怕是要有麻烦 话音刚落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军家长老的微微意义 与此同时秘境内军杖舰和军雪皇已经动起了声 对着恶魔员纷纷使出了必杀戏 可由于境界相差太多 恶魔员仅仅是用力挥出一阵 便将两人一同轰飞伤退 眼看着恶魔员就是不想让飞船靠近秘境 没办法军逍遥只能选择了出手 伴随着一道道金色光芒开始飞起 成形的一瞬间便突然自军逍遥手中蹦发而起 目标直指恶魔员的脑袋 接触的一刹那瞬间爆炸 然而就在众人以为战斗结束时 军逍遥却突然命令大家后退 紧接着众人便看到了烟雾散去 浑身开始散发暗红气息的恶魔员目露凶光 下一秒再起头脚出暗红能量骤然汇举 地下的一刹那攻击直奔逍遥而言 可即便是面对如此猛烈的攻击 也仅仅是让军逍遥抬起了一个胳膊 神像镇预警 凝神守护 话音刚落只见一道金色瓶身 赫然出现在了空中挡住的攻击 震慑住恶魔员的同时 军逍遥的身影已经顺移到了恶魔员邪上方 随着一句人王硬脱口出 当恶魔员看到金色光芒的神 想逃已经晚了 神龙猪就太不凶手了 不惜之力彰显心欲君家威名 令众多天才望阳心叹的不胜 圣子身怀荒补圣兵 先与三家之首军家神子君逍遥 此刻出现在身后的气息让逍遥被感熟悉 所以在承认了自己就是君逍遥后 又反过来问起了女孩你又是什么 祖龙朝仓龙祖龙壁池此话一出便惹得君逍遥一阵无语 表示你父母跟你有仇 是多么讨厌你他会得一起这个 这时还没得龙壁池做出回应 一道惊雷突然从天而降 带到烟雾散去 和龙壁池同样是太武一准 就不是你便出现在了视野 可他刚一出现就扬言要让君逍遥做自己追随者 惹得两人都是一脸混号无语的音 紧接着一句狂风又骤然袭来 下一秒一道嘲讽声便由吞天雀脱口 人族有什么资格当我们的追随者 能成为餐桌上的食物已经是他们的人性 然而君逍遥听到他说的话根本没打个答案 只是偏过头问龙壁池 你们太鼓受阻挣破这么多 显然吞天雀也听到了君逍遥的嘲笑 怒骂一声直接释放出了黑灵剑羽出的逍遥戏 反观剑羽背后恶魔之意孤之欲出 在剑羽即将近身时 势马开始快速旋转 将癌犯攻击全部挡起 吞天雀的权力一击就这样被轻描淡写的化解离开 而相比于吞天雀的震惊 九头狮子显然也没见过他吃点的样子 便抓住机会开始落井下石 这时身后的飞船上一道船音也进入了逍遥而后 逍遥你不要不乱 九头狮子乃是九龄元胜之后 吞天雀一族喜欢吃人肉都是出了名的 你单独对上他们太危险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可小宜关心的话却仅仅是让君逍遥微微一笑 大声回应江圣一不用紧张 两头畜生焉能翻天 话音刚落这下也彻底激怒了吞天雀 信是全开施展出流星火雨再次向逍遥袭者 然而目光所及君逍遥的身影已经消失不尽 带到他两个过来十倍后一 根本没时间做出的 一手倒下去 只留下了一张冷漠苦涂的脸子 和一颗被割断的吞天雀投入 此刻场面突然陷入一阵性命 直到吞天雀的脑袋落在了几个室的身体 一道话语这才从此楼失 这特喵的就是传说中的门杀 受人独服对天雀是永不为人 但不出意外的还是出了意外 十字神同当面验证了那句文化 在绝对强大的实力面前都是地雀 就在当当 太古一种九头狮子亲眼目睹的君逍遥击杀吞天雀 神子展现出的实力让他忍不住冷汗之流 然而就在君逍遥转头面前 要让九头狮子做自己的做起始 只见九头狮子像似被触碰逆一百 二话不说长息了一口气 直接对着君逍遥吼去 狮吼弓强大的气势不仅让逍遥感到意外 就连身旁看热闹的众人也被牵连 感叹着这根本就不是神桥竟该有的战略 立爪变红去立直奔君逍遥而去 要战便战 九头狮子绝不为奴 话音刚落伴着一击众拳挥指 君逍遥侧身灵桥躲 下一秒又是一拳再次封向逍遥的脉 此刻一旁观战的龙帝石突然道出了九头狮子暴怒 原来九头狮子一族祖先曾被大帝度化成为了坐骑 所以他们才将坐骑二字当作吃入客气 很显然君逍遥已经触碰了九头狮子的匿路 此时九头狮子周身开始散发层层 见状神子也笑了笑汇聚灵力 三方神通一触即发正面 接触的一刹那两股能量交会起 剧烈的爆炸声瞬间传出 直到逍遥被轰飞了数米这才安静下 眼看着烟雾中那道身影缓慢走 九个头颅同时闪现而出 就要对着神子使出致命一击 只见君逍遥沉声默念了一句兵法阻 下一秒无数道剑与便分别将九个头颅层重包围 一字斩命令脱口而出 就看见电光火时间战斗语然结束 只留下了一具倒在地上满身伤痕的九头狮子伸去 脚步声再次传出 此刻九头狮子也终于明白 面前之人的实力根本不是他可以对抗 我再问你一遍 你可愿当我做起 话音刚落不了逍遥听到的回复竟是一个管子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具管饭马便传了出来 随即只见君逍遥大手一挥怒喝出声 午菜一汤保证你炖炖有肉 至此一代太古一种九头狮子就这样的训练 有的船上笑声频频发出 我这小外甥还真有两下子 如今却得一个十岁少年当了父亲 有的同为太古一种的小龙女大死者 换来的信息神子一句 龙浩天就是我杀的 现在你可以来报仇 龙笛池听完君逍遥的话却不以为然 要是看自己的毛发颜色就知道和他根本不是一脉 但在龙族他还有一个妖孽哥 如果你想打架我可以帮你们约一下 君逍遥听完本不打算理会转身一斗两只 又被龙笛池的言语挑衅停下了 怎么我说错了吗 环说中的君家神子 其实和在场那些像狗一样未夺宝 相互厮杀的主要 本质上其实也没什么两个 太让我失望了 面对挑衅君逍遥也没有急着动手 只是将目光落在了龙笛池身上 眼神缓慢变得阴沉刚发出一声嘻嘻 突然又被不远处的尖叫声打断了情绪 快惨 但是至尊秘堂的路 他终于开启 见状君逍遥只能笑了一下放弃的杀戮命 系统签到任务没有任何提醒 显然是需要进入秘堂内签到 飞机便紧忙叫来了独兄提醒 和江家小姨集合成了临时战队下的命运 路过龙笛池时 君逍遥甚至都没多看待 因为在他的心里此人已经死不犯 此刻各方势力蜂拥而止 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前前进入秘 望着人脑袋打成狗脑袋的混乱场 一个大胆想法突然闪现在龙笛池的脑海中 战蓝色性把无风自动 一把长剑掏出的一叉 天空中只见一道亮光骤然炸醒 下一秒爆炸声瞬间响彻了整片天 带到烟雾散去 只见龙笛池站在密藏大门处笑嘴 金玉克莫 诸位请回 话音刚落边看见大门上方时必露出道道猎 爆炸碎裂成了无数块巨石 直接将密藏大门堵了个严严实实 此情此景斗的密藏外个大家族的长老们都笑出了声 但同时又纷纷开始担忧 因为他们都清楚地知道此次密藏到底有多凶器 画面来到密藏通道内 最先进入大门的先头部队 再闻到了一阵特殊气味 一些人竟突然开始面部涨红双眼不满血丝 全身开始散发黑气邪叫出声 那架势犹如丧尸一般直奔大部队 并不入侵丧尸宝 曾经的同仁此刻都变成了仇假 手足相残一个接一个地被传人 恐慌的情绪让大家绝望发出最后的哀怒 最初数道金光骤然乍险 一个十岁神童仅仅用了一只手 就将邪物全部抹杀 没错 他不是别人正式逼王军家神子君逍遥 劫后余生众人为了减条命分分赫 然而看到君逍遥呆入目击的神情后 又整齐划一的全部闭上了 我说你们实力不够就别进一记来送死 难道你们是把这里当春游弟弟 发音当落看着大家惊恐的事 让君逍遥不免想到了进入一记前 龙碧池说道 君家神子你和他们本质上没有去 随即逍遥也就选择了统刑 依据滚开指令发出 人群立刻分散形成了一条通道 公军逍遥行走 这齐刷刷的一幕不禁让君逍遥心中暗自窃喜 感慨当坏人的感觉果真是首三天啊 没过多久在通道的境界 一个庞大无比的地宫便出现在了 看样子在他们没来之前 这里已经经历过一场残忍思想 感受着每个洞口熟悉的气息 君逍遥探查后便发现 是肖成和鸡旋分别进入了各族 偏过头看向君杖剑 表示曾和你有过节的鸡旋往那边去 话还没说 君杖剑已经动身向了通道通去 而为了保险起见 逍遥又组护君旋 让他跟在君杖剑身后有情况立刻传音 紧接着目光又落在君万劫身上 你和玲珑的任务就是去这个通道追个人 玲珑认识那个臭小子 还没等君玲珑发出疑惑神 君逍遥一句给你的好姐妹整点礼物回去 就让君玲珑明白了神此用意 而当众人都走后 就只剩下一男一女一狮子留在里面 可虽然君逍遥和江圣一是亲属关系 但双方久不见面 孤男寡女共处于是场面便陷入了尴尬 幸好君逍遥大大咧咧没有多想 扬言要带着小姨随便到处走走 在玲珑的一起 与此龙池位于遗迹的另一 单独行动的龙壁池在走进一步洞前 点亮火把还没走过雨 一道大笑声便传进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至尊祖龙 我消沉要发达 而伴随着龙壁时视线向声音方向 目光的进口一句 扬大龙女各有出现在的视野 下一秒一个极度嫌弃的表情 便浮现在了龙壁池里 是令所有龙祖子孙都垂涎欲低的祖龙海 他不仅可以让后人脱胎晃起 寄成血流 而且就连古人得到哪都能越龙人成为盖世强者 虽然萧辰领先所有人第一个找到了祖龙海 但紧随而来的祖龙朝龙女 却还是发出了几个 表示自己进入密藏的任务 就是将祖先请回族内 不管阁下有何图谋还请速速离开 可萧辰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颇天的复误 扬言你这小姑娘太过霸了 未免太过把萧某放在眼里 萧辰的话惹得龙壁池一脸问好 随即也不想再做多余解释 因为良言难劝该死的狗 索性直接爆发出了恐怖威压 目标直奔萧辰而去 而萧辰显然也提前做好了战斗者 纵身一跃顺身到龙女身前就是一曲 不料换来的竟是龙壁池微微一息 而就是这轻描淡写的一件回忆 却将萧辰轰飞了数米这次 见此情形附着在萧辰体内的老祖紧忙发出提醒 表示这小妮子修为在你之上 必须速战速决否则定会生变 而感受着萧辰体内突然爆发出的熟悉气息 龙壁池正若有损赐争大的双鸣 萧辰一记苍龙破天拳便已经封了管 单手硬抗接住攻击 我苍龙族的青天化龙诀 萧辰你是从哪里学到的志工 眼看萧辰根本没打算理会自己问 即将使出青龙撕天手的一刹目 利用技能后摇剑锡一脚命中萧辰下 倒飞而出树米之后 萧辰这才强行稳住了身形 龙壁池的强大让萧辰已经准备要过河沉舟使出秘密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无数道金色能量链条从天而降 目标直指龙壁池命名 龙女利用身法躲过攻击 发现脸上已被击伤流向鲜血 带到烟雾散去 脚步声传出的同时 令萧辰惊喜的身影便出现在了视野 明月 你怎么来了 听着萧辰问话明月尴尬的只能选择女藏真实行 谎称自己听说至尊密藏现实 所以才来凑凑任务 但此刻龙壁池心里却明白 能把自己弄伤说明 此女已经到达了神桥境后期甚至更高 喂 那个女孩离开了 这里的东西不是你能够染指 听完明月的话龙壁池直接乐 伤口竟然迅速愈合的同时 突然露出了争论 我家老子的遗骨 我不能染指留给你的糟子 还真是不要脸 是地位尊贵的公主变形 如今却被一个小屁还喷得无言以为 只因心爱之人苦寻的至尊龙女 正是女孩仙子遗留在密藏内的孩子 眼看着明月公主一时雨色停滞不及 萧辰紧芒自身后大吼出声 天元至尊密藏内的宝物都是有能者居置 你祖龙朝想要独吞未免也心也太大了 说完看了看明月似乎又回到了自己身边 萧辰目光偏移再次看向龙壁时 表示其他四具远古龙骨自己可以抑制 但至尊龙骨是关他日后的修炼 所以定会置在这里 说完又来到明月身边让他不用说什么 扬言男子汉大丈夫 就应该靠自己的实力来争取机会 此话一出顿时让面纱内的明月脸颊骤然变化 然而突如其来的一脚 却直接打断了两个人 废话真多呀 你最好靠的是自己的力量 别让我瞧不起 落地提沙稳住身形 不讲伍德四个字刚从萧辰口中说出 根本来不及做出防御龙壁时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萧辰身体 见状明月只能选择再次出来 无数道金色的亮面条瞬间蹦发而出 旋转融螺击散了全部攻击 明月这才发现龙壁时使用的武器竟然是炼戟 用阻碍神识的面纱遮住面围 想必是不想暴露身份 你是谁我不感兴趣 但你若是要汤这浑水你就受了 这时只见萧辰突然从身后偷袭出手 不讲伍德在其身上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萧辰大鹤让明月不要被花烟巧语轻一鸣 挥出右手攻击使龙壁时后退让出了一个声音 左手光芒聚集气息层层环绕 军学青龙是瞬间迸发直奔龙壁时而去 指引刷的一声萧辰双眼力争 就看见龙壁时竟然穿过了攻击闪身来到身体 按着萧辰脑袋力量爆发 捐大力向地面围起 烟雾消散看着面前龙壁时蔑视一切的目光 这一瞬间的感觉直击了萧辰的痛苦 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正是自己败给军逍遥的那一场 无形怒否字体内不断回省 蓝色巨能还亮起将龙壁时弹 龙化的萧辰头发无风自动就要准备拼死 幸好明月及时出生将其制止 让他不要动怒表示自己有办法拨住龙壁时 利用这段时间拿走龙骨就可以避免两块剧生 发音刚落只见明月周身金光 下一秒直接亮出法宝捆青绳将龙壁时进入单位 然而让龙壁时更震惊的确实被补复 发现自己竟然无法调用营丽 明月见状对着萧辰大吼让他抓住机会夺取至尊龙骨 可让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彪腾竟选择忽略了龙骨直接一掌瞬间洞穿了龙壁时的兄弟 理由就是一旦放弹 自己并会被主龙潮堆杀到 不绝后患杀人灭息 这才是先欲该有的法 17岁公主殿下为爱转身勇闯至尊密 寄出法宝困住敌人只为给心上人流出此活龙 不料男人却被信契逸选择了偷袭 为了勇绝后患境利用龙女被困想要他 地口鲜血狂吞而出 萧辰手起刀落直接贯穿了龙壁时的胸脏 这肮脏又卑劣的手段让明月公主乱赞 之前的种种好印象和眼下萧辰表现出的一切产生了鲜明的对断 这时由于明月心生恻意之心导致困精神开始疯狂 龙壁时紧忙抓住机会正开束缚的方式 背着萧辰就是一举眼看着龙壁时心脏被刺穿了还能有阻性 萧辰闪瞬瞬间来到龙壁时身前就要割断他的 不曾想冰死之际龙壁时竟突然笑了起 那一刻闪回脑海中浮现的正是龙壁时的儿子 你整天好吃懒做脑子里到底在想 你修行倒是很努力不还是打不过 听着龙壁时的话气得龙傲天牙直痒 但打不过却是真的只能用言语所 警告龙壁时早晚会因为这张总丧了 龙壁时听完也没在意他的 只是轻声询问着他每天拼命修炼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站在这个时代的巅峰成为大 听完龙壁天的话让龙壁时感到一阵无误 心想这个连自己都打不过的臭小子竟还在做着成为大帝的 千百年来有多少人为了这个目标 每天都在挥舞着刀剑夺取他人性命 而这显然是龙壁时最不能理解 这时当龙壁天反过来询问起龙壁时修炼的 答案差点惊掉了下来 我修炼的目的就是要环游世界 讲到此处龙壁时的双眼瞬间明亮起 那坚定的向往和信念 顿时让龙壁天看入了神脸颊骤然变回 随即紧忙岔开话题表示有如此理想就更要努力修炼 否则长大后要是遇到能要你命的 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听到这里只见龙壁时突然微微一笑 而他试的答案 正是在灵死前 他也会狠狠地咬下对方人快认 人影消失一只蓝色巨龙凭空乍下 突如其来的反击直接令萧尘一口鲜血 回过神来急忙迅速凝聚灵力 此处青龙降魔再次和龙壁池正面变回 双方攻击炸台纷纷落向了地狱 眼看着萧尘气息尾迷四眼重伤技巧 龙壁池竟然又开始了嘴唇 好讽萧尘不论你偷学多少子龙逃功 都不可能真正化成真龙只配当个爬子 这下也彻底激怒萧尘 手中灵力疯狂闪烁就要向龙壁池发出终极意气 而当明月察觉到了不对劲速 立刻大声提醒萧尘快后退 他要自盗龙元了 然而就在两人即将同归于境的一场 一道惊雷冲天而降 直接将两人崩溃分割了战场 来人正是奉军逍遥之命前来复仇的军家序列军万家 我说这也太可惜了 马上都要奋出胜负了 你为何要在这时的出手 因为我看不到 如果你君灵龙有意见 竟可以向神子会帮助 伊斯利分割战场当起霸气不色 但清本元正是歇欲军家前来助 明月公主认出军家子弟的同事 君灵龙却丝毫没有在意 只是看向身旁的巨龙 何必呢 就算自爆龙元有那个大小姐 你也未必能伤了那个臭小姐 真好 但至少能毁掉这些龙 说完龙碧池目光偏移落在了雷电身影上 听闻此人乃是军家第五序列军万劫之后 巨龙消丧幻化成了人形模样小嘴为掌 怎么 难道军家也对我家老祖的恐怖感兴趣 我们是来找对面那个臭小姐 此话一出顿时惹的明月公主 谣起她官 暗自咒骂萧尘你到底有多少 可龙碧池却突然笑说了什么 表示这至尊龙骨蕴含我苍龙一脉的先天道 更是拥有祖龙血脉 就算君家神子来了也不舍放手 你俩在这装什么不在乎 谁告诉你不在乎 至尊龙骨乃是不可多得的质保 我当然心动 但我君家向来堂堂正正不屑于怯人之威 况且君家迟早会杀进祖龙朝 届时你祖龙朝的一切都会是我君家 何必在这种地方用下作手段 针对于那个小姑娘丢人羡慕 听着君万杰指桑骂怀萧尘已经气得牙齿眼 反观龙碧池却露出了几个笑容 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管是龙骨女可以拿走 但可不可以答应王阵 给那个臭小姑娘反来一巴掌 话音刚落只见君万杰脚步挪动前 下一秒瞬间以驯雷之势对着萧尘就是一巴掌 速度之快根本没给萧尘反了时间 就被掀探在了地上 明月公主见识不妙急忙出手制止 并质问你人君家到底想做什么 而这个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君万杰的理解范畴 只能回头看向了一脸无语的君灵人 那小子在朱雀鼓活求亲不长 冤枉神子通奸被神子打了一顿就是这么紧 听到这里君万杰也无语 心中怒骂萧尘这个傻缺 他知道神子今年才只有十岁吗 这时看着明月公主对君家的话开始半信半疑 萧尘急忙出言阻止了交谈 手中灵光乍现 挥舞着青龙四天爪直奔君万杰而去 可显然君万杰的实力要更是逆手 面对攻击君万杰只是邪魅一想 下一秒直接使出了八荒进决天雷子 雷电之力骤然爆发将萧尘全部拢到 痛苦的嚎叫声瞬间残遍了整座洞窗 眼看着萧尘危在旦夕 明月公主手指微躯光芒浮现 紧接着向后续迷 向前突然发力竖到能量炼条直奔君万杰而去 这是盘武神朝的混元散事 然而认出明月公主身份后君万杰不仅没后退 大笑 下一秒直接使出了八荒金雷掌选择和明月正任电动 带到烟雾散事明月来到了萧尘身旁 此刻他也明白对手强大留在这里只能坐以待 然而当他刚想趁机带着萧尘逃离 君玲珑的身影便突然出现在了眼睛 不行啊 公主电影 都说过了我们是来找着小子 没听清楚话 紧接着伴随玲珑一掌轰出 带有薄杀的帽子落地声音便传了嘴 一奥子逼王课堂开课 孩子咳嗽老婆 算是恋爱的 这世上一旦如果有你修找出恋爱的 不论你修为多高身 身份多高贵 多半你也是废了 有这么多 当然 因为一旦患上此病 这世间就只剩下了一点 而这个让你清醒不出全部的人 很有可能只是把你当成了一个 跳往更高处的挑战 所以如果遇到了恋爱 没惹到你就尽量躲远点尊重并祝福他们 如果惹到了 必须做他一顿下手 一定要狠一点直到揍起他为止 金光四一飘散 被尺咬着龙唇 君玲珑百思不得其解 明月公主面对自己的攻击 不仅选择了正面硬 而且还把萧尘甩到了安全的地方 难道这一切都是神子口中的那个绝症吗 而为了验证自己的相逢 君玲珑再次汇聚灵力直奔萧尘而去 眼看着明月公主又要准备出手 不曾想君玲珑醉翁之意不再久 来到萧尘身前的瞬间突然改变了攻击方向 脚直接踢中了明月公主腹 此刻到飞而出的明月很显然已经因为关心乱了阵境 连君玲珑的虚招十招都看不出来 我说姐妹你眼睛没问题 你还真看上这小子 而面对君玲珑的调侃明月面色一平刚想变解 来自萧尘的呐喊声突然传 明月闪开 青龙震膜笑 眼看着萧尘偷袭发出致命一击 君玲珑自认此招他肯定倒不过变效的魔力 紧接着数道雷电同天而降 君杖剑拦住攻击的同时还不忘埋开萧尘一句 你是真喜欢玩偷袭 话音刚落脚下地面骤蓝风链 雷光闪烁身影瞬间来到萧尘面前 按住了他的脑子拨脚高 向着地面大力打出 红丑的萧尘受伤惹了明月公主尖叫出声 君玲珑连忙在旁边开始煽风点火 看你出招的方式应该是盘武神朝的闺女 难怪这小子会上赶紧巴结 住口 休要继续侮辱萧尘 他对我的好觉非因为我的身份 我们的感情不是你这种思想肮脏的人可以评论 此话误出顿时惹的君玲珑一脸问 可喵的这世上还真的有这种恋爱人 还本是身份尊贵的公主变形 如今却被一个侍女当众打个屁股 而且还露了血 原来打他屁股的不是 正是连公主的父皇乃至整个盘武神朝都惹不起 先遇君家神子君逍遥的贴身丫鬟 就在刚刚 君玲珑正对着明月公主谱口婆心开始劝语 公主你说萧尘不是因为你的身份才对你好 那你可知他得罪的人是谁 没错他惹的人就是我家公子君家神子君逍遥 所以仅凭他一个青龙谷国皇子的身人 就算穷极一生也无法触摸到公子的背影 但如果可以拿身为不朽王朝的盘武神朝作为跳台 想必追上公子背影的几率会大大提升 说到这里只见君玲珑突然伸出手掐住了明月的脸 也邪魅一心 如果你无法帮他对付我家公子 你说他会不会也骂你是劈腿一剑 然后到处编排你 话音刚落一层的萧尘血黄已经远住了 发出怒吼人时利物 就要请求体内的老祖先身替他杀了所有人 这时只见青龙老祖先是抬起头看下的力气上 随即祖龙朝长老震怒的神情便出现在了 这家长老们正通过关天境驻起了这里的力气 若非你执意要杀那龙羽我本身可以带你 但现在只能听天由命 这事很有等消沉反应 君万杰突然闪身来到了 身前一把抓起头发就要动手 而听到明月公主的喊叫雷光闪烁剑 直接天降惊雷劈在了明月身上 说话注意点小姑娘 公子或有慈悲心可我君万杰却不是怜香惜玉之 以盘武神朝确定要与我君家为敌吗 此刻君万杰的话显然是击中了明月的内心 因为他清楚的知道面对身为仙玉玉三家之神的君家 就连他父皇见了恐怕大气都不敢闯 如今自己又能怎么样呢 然而这时一直若有所思的君玲龙却给了他一场生命 因为玲龙想到了神主的光鼓圣体要想觉醒第二一下 就必须得去一趟盘武神朝的盘武人才 随即就看见君玲龙大力拍的小妈 哎呀万杰公主不要动怒 这本是神主的私人恩怨和盘武神朝其实是没有关联的 这莫名其妙的话让君万杰蒙逼脸 君玲龙看向明月公主紧忙又跟着你 如果公主你非要救肖臣也知道 就要看身为盘武神朝贵女的你是否愿意去尊将 话音刚落肖臣突然怒吼出声让明月别管他赶紧逃 换来的却是君万杰的雷霆一击 咕咚一下直接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此刻明月公主心里也明白这样下去 他们两个谁都逃不掉 所以便咬了咬牙选择了妥协 见此情形君玲龙的脸在这一刻仿佛都要开花了一般笑说时 紧接着拿出刘颖珠交给君万杰便来到了明月公主申请 表示其实也不需要公主殿下做什么 只是配合自己一下就行 说完便将明月放倒在了自己腿上 深吸了一口气 手指流上到下挥舞间 竟然公开大力向着公主的屁股抽打下去 而且这一切还都被君万杰拿着的刘颖珠记录了 此刻在君万杰对君玲龙内心产生了红聚的遗产 就连蜜镜外的长老们都忍不住笑说时 还是他们年轻人玩得花呀哈哈 人人重伤一觉醒 发现自己已经被带到了秘境之外 之前的凄惨战斗被女孩一礼拜 可男人不知道的是 救出他竟是以女孩的尊严为代价才能够命 想到刚刚君玲龙拿鹿像威胁他的嘴脸 明月公主看着萧辰面色缓慢红润见 紧忙调整情绪表示 接下来的鹿自己无法继续留在你身边 因为他的守护人来了 如果不是守护人出事 等待萧辰的结果就或许是被祖龙淘秦回折磨 说到这里明月公主又倒出了一个重大信息 那就是等他回到盘武神朝后 他父皇就会招到天下为长公主征婚挑选父母 话音刚落只见萧辰抬起 我露出了同位有过的坚定怒慌 明月你放心 届时我会前去打败所有对手 堂堂正正地迎娶你 画面自然此刻身为远古神兽的九头狮子 正一脸嫌弃地看一情 只见君逍遥在一堆破烂中突然找出了一个词评 那架势就像没见过世面的穷小子一般大叫出神 反观身旁的江盛一开始模仿起了大人名 让九头狮子不要见怪毕竟小孩子爱玩的 可他却丝毫没留意自己已经为九头狮子编了九个发型 这时一道道脚步声突然传了 君逍遥闻声回眸的一刹目 一道令他感兴趣的身影便映入了人 紧接着故作生气地耸了耸肩 质问两人为什么把这个嘴强王者带来 随后经过了一番解释这才明白事情的人 看着储物袋里面的四具龙骨和一具至尊龙骨 这天大的机缘不禁让君逍遥联想起 这萧辰不会真是什么退婚流男主 陈思不语的君逍遥还以为他在生气 便急忙表示他只是不想把龙壁池扔在那里等死 如果神子要责罚君逍遥一定悉听尊病 话音刚落君逍遥突然灵光一声 戏谑地看着君逍遥问他是不是相转的龙壁池 惹得君逍遥敢怒不敢言只能连连摇头恐吓 收回笑容君逍遥起身目光停留在了龙壁池身上 此刻的龙壁池因心脏受窗已经命在旦夕 一条金线引起他注意的同时 听说龙壁池正是因为此物才被活桌封住了修尾 竟直接一把扯下装进了自己的储物袋中 而作为交换手掌翼 一颗龙之心突然出现在手中 而君灵龙显然也马上认出了心脏的处处 那正是因挑战君逍遥落马 又被君家老祖命令神子亲自弯出来的龙之心 人死后看见的东西竟然会是这样 他是因人而异 所以呈现在龙壁池眼前的那一片花 伴着翠玲玲的铃声响起 正是曾出现在他梦里无数回的花 在如此宁静和谐的氛围里 甚至连奈何桥都显得格外亲切 看着掉落在手中那一片冥界之际 龙壁池显然也明白了自己可能真的死 跨过奈何桥便可重获新生 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人人恐惧的黄泉路竟会是如此的美伦美 而就在龙壁池用心体会美景 正享受着这一刻的安静 一告白光突然冲着他袭来 人影与白光分离间 令他目瞪口呆的一幕便发生了 因为袭击他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已经去世的儿时玩伴龙壁天 所以说如果刚才还对黄泉路有所无解 那么再见到龙壁天这一刻 他终于相信自己肯定已经身亡 这时只见龙壁天单手抬起 用了一招小时候的招式 再次将龙壁池拍在了地上 我说你这倒霉孩子 现在还没看出来我俩的区别 你还没到时间来这里 回去吧 去做你想做的那些事 别再浪费青春 说完还没等龙壁池反应过 随着龙壁天的身影慢慢变得虚幻 再次睁开双眼时 苍龙族长老的身影便出现在了眼前 见到龙壁池真的起死为生 苍龙长老先是大笑了一声 随后又紧忙正经起 抬头看向前方表示 军家救命之恩来日 苍龙族定会送一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换来的回复竟是一句你也爱 而生气归生气 想着毕竟是军家救下了龙女 便也没在意 只是将龙壁池拉了起 告知了他昏迷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听完苍龙长老的叙述后 龙壁池立马双手抱拳 本想对着军灵龙行 军灵龙耸了耸肩 紧忙打断了他的动物 救你的人不恕 我只是奉命把你送出来了 但如今你却不能再像铜钱那样修炼 毕竟那不是你自己的心脏 然而在外人看来 他今后可能就会是个废 但只有龙壁池心里最轻 成了废人游历世界大好山河 才真的是他最想要的归宿 画面显到天元密藏身处 鸡拳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了最终之地 只见他熟练地触摸了一下机关 下一秒便被传送进去 消失在里面 身为仙域军家地时蓄力 如今竟被一普通世家子弟一招击者 只因历境中人人苦恼的毒物 却唯独伤不了的尊 原来他自在圣人王守谷 论天赋实力 即使在众多参与至尊密藏的天才中 也可足以傲视群群 就在刚刚被誉为圣灵院小圣人的积血 凭借着书院交给他的至尊令牌 轻而易举地便穿过了机关 来到天元至尊密藏身处 正研究着墙壁上的诡异浮尾 忽然察觉到了一丝危险气息 转头看向身后眼神微眯出炎河 后面的朋友你跟随姬某一路 到现在是还不打算现身吗 话音当落伴着树道毒物链桃席卷 黑暗中缓慢走出的那道声音 正是军家地时蓄列军万节 认出来人后机玄这才送了口气 表示自己本不想与军家为敌 但你暗中在身后跟随在下想自己夺宝贝名 可军万节却压根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此刻他心心念念的只有拔出宝宝要一许几时 所以机玄还没来得及过出宝 军万节便以灰刀向伐 机玄被迫只能选择还击 斗中光芒闪烁间直逼军万节下来 待到军万节躲避开攻击又重新出现 我说哥们你是真搞不清楚装滑 在密藏里到处充满的毒物 即便是你也要认出三层功力才能 而拥有圣人王手骨的我却可以完全隔绝毒物侵蚀 所以你在这里根本没有任何胜错 我本不愿得罪军家 你走吧我不杀你 没想到此话一出反而激怒了军万节 开始不顾一切奋力出击 惹得机玄也忍不住内心生起一丝奋力 王道之拳怒吓出声 带着剧烈的能量波动直奔军万节而去 双方攻击正面对炮 到炸声瞬间传遍了整座至尊密藏 而相比于犹如武痴开始邪笑出声的军万节 此刻机玄却心头一紧咬牙暗骂了声 因为他看见了身前被炸碎的鬼衣符文后 竟然爬出了像似丧尸一般的恐怖怪物 眼看着怪物静止朝着自己走 军万节却根本没在爬 赶身来到怪物身前对着脑袋就是你 带到烟雾散去 军万节感受着手臂传来的震痛 这才震惊发现 面对他的权力一击那怪物竟然毫发未尘 反观怪物受到攻击后手臂缓慢扬起 以雷霆之势对着军万节就是一记立场危机 剧烈的疼痛让军万节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身体不受控制的撞下条地方 这时身旁的鸡旋看向怪物开始沉思 想来这些物似乎不会主动攻击闯入者 随即便放下狠话转身 向着密藏深处走去 加油啊军凶 如果你能在这怪物的手里落下去 我鸡旋便答应再和你鄙视一场生死的路 是神童一一百张血英雄的色 致命丧尸从出不穷捍卫领逼不明 军杖剑还以为最后一头丧尸已经被探索了 可仅仅是这一刻的放松解体 换来的却是背后一阵凉风血 根本做不出任何防御死亡的气息被瞬间放弄 然而那两头丧尸竟突然停下了动作僵立的 伴随着一头头冰雕出现 视野中的那道窑窍身影正是精通冰水之力 红为军家序列军杖剑的足解军雪皇 而面对着军杖剑惊讶的目光 军雪皇先是询问了一下他的身体状况如何 随后又表示之所以会出现在此正是神子的未雨冲 并且他已经用预见的团音通知了军霄雅 而在公子来到这里之前 这里的麻烦还需要我们等住 画面转到天元至尊密藏通道深处 军逍遥刚一到达入口节径 手中的天元至尊令便有了反思 将小姨的令牌一起拿出 手掌接触结界的一刹路 几人便消失在了原地 唯独留下了没有令牌的九头狮子暗自骂人 当几人再次睁开双眼时 就被面前的震撼一幕惊呆了 只见一座硕大宏伟的石碑克兰出现 位于外敌八百二郎克斯的墙 无心碑之简奇施补院后人静止 看着石碑上的描述军逍遥这大宏伟的大宏 想来不远处正和军杖剑他们交手 应该就是被天元至尊埋葬在此八百一时 然而此刻军杖剑和军雪皇面对的情形不容论 因为即便是两人可以击败丧尸 但却奈何不了一直持续不断数量倍增的丧尸攻击 而专门用来逃跑的大摩依图在逆境深处里失去了 所以两人只能选择继续战斗 希望可以撑到神子赶来相救 这是一道金光骤然炸现 瞬间将双方战斗跟李尔 来人正是军家灵号序列神子中逍遥 你们都给我注视 暂且退下这里就交给我的印象 最后 我要开始装逼了 军妖子手中浮现三面行器 洒向地面的一刹目 一道光圈瞬间扩散将几人重重刀 感受体内灵力复苏军雪皇这才后知后觉 此阵应该是可以隔绝气息又能恢复灵力的三台所 这时将家圣女也出现在了两人身后 手中闪去着柳阳阳的光芒 放在军杖剑头上便开始为他疗伤 反观军杖剑面色凝重地看向前方 目光所致正是在丧尸群中不断流走的军霄眼 看出军杖剑一脸疑惑将胜依这才小口威章 表示你们进来的时候没注意到门口的石碑吗 上面描述的这些丧尸其实都是天元至尊的袍子 为了抵御外敌而死的意识 而逍遥此刻显然是在观察他们身上的魂魄 是否还被囚禁的时刻 而事实果然如他所思想 没过多久军逍遥就探查出了他们的魂魄 还被囚禁在这些魂魄的身体 但即使几百年都不得安息他们也不愿主任伤 也正是因此军杖剑才能活下来 说完神子就要向军杖剑借剑一遍 只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拿到剑的力量 军逍遥竟然直接对着自己的手卡了下去 惹得雪黄和杖剑就要上前查看 却因军万劫的一句话停下了脚 别着急 好好看看这个让我们屈尊追随的到底是个怎样 华因刚落只见军逍遥手力向下归五间 鲜血洒向地面的同时竟然形成了火焰开始燃烧 荒谷圣体制刚制阳万邪不清 来吧将士们 我来当你们的对手 听着军逍遥的话丧师们似乎仍不愿出手伤人 但因为抑制不住体内的邪气 只能跟随本能跃向宫中准备群起了风指 而这正是军逍遥想要看到 烈焰之剑夹杂着猛烈气息骤然灰下 荒谷圣体 滴血为炎 烈焰席卷瞬间将所有丧尸全部包裹 紧接着就看丧尸的躯体开始不断碎裂 下一秒竟直接爆裂消散在里面 目光向上偏移 众人这才惊奇地发现 军逍遥一剑之危 竟把所有将士们的灵魂体 看着飞升去往虚无的灵魂体 让逍遥忍不住发怵 慷慨一世后人自当心怀敬略 说完便在灵魂体速食 故身行李驱尊公送 身后的几人见状也紧忙低下 然而大家没料到的是为什么 灵魂体似乎确认是 并没有着急飞升而是落下了地位 紧接着便在军逍遥的震惊中 一把宝剑就被灵魂体拿了出来 而宝剑正是天元至尊留给有缘人的传承 当军逍遥手握宝剑的一刹目 久违的气筒声音终于再次响起 恭喜宿主成功迁到天元至尊密子 获得五星奖励元皇道剑 元皇道剑号称是和军家路先剑绝并服务的五大神爵之一 其本质却是一剑为盲 以群星之力于虚空中锻造的秩序神灵 其印尽落于石海神宫之中 这便是天元至尊留给后人的最后传承 漫天星魂星火相传 我军逍遥在此历世此生绝不负元皇道剑威名 而在通逍遥接受传承的同时 秘境外已经乱成了一刀 原来是因为异域独物隔绝了观天境的关子 以至于守护在秘境外的各族长老们都成了争年纪 只能暗自祈祷自家天才可以化行为一博得最终秘藏奖 与此同时在秘境内的最深处 鸡旋跨过了尖南险土 终于抵达了天元至尊密藏最大机元之地 可就在他刚降落在塔门口 还没来得及多想一阵剑风气 犹如狗屁膏药一样的军杖剑 便映入了鸡旋眼 之前好像有人大言不传说 我们的国家还是和我们的旅程 这次可不要再打 鸡旋 此话一出顿时惹鸡旋一阵太细雨 不想因此得罪军家的他指头在此时 都说了在秘境中一打破 为何非要死缠烂闹 没想到话音刚落伴着军逍遥的身影 出现一道笑声 鸡兄你不必担心 我稍微用了点手段 现在仗剑族凶已经不会被侮辱了 不知鸡兄可否兑现承诺 和我族凶在战争 然而听完军逍遥的话 鸡旋却忍不住开始吵死 怎么 难道我不答应这场比试 你们军家还要群起而攻之吗 这话逗得军逍遥笑容更是 扬言人人都知道你人称圣人王 全是一块圣人王手骨 而我身怀的却是至尊 若我想对你动手 你认为你还能活着怎么阵 鸡旋也明白军逍遥所言非识 因此也只能忍忍不住 洒脱的大笑了一下 紧接着目光突然会准 手掌凝聚出光芒的疼势 零力爆发瞬间将军杖剑弹开 既然如此 杖剑凶 请指教 早该如此 默默唧唧的算什么男人 话音刚落变 攻击骤然交回 鸡旋手掌向后续迷 线人手骨力量到发对着 军杖剑就是一种 反观军杖剑 不攻击也不干事 明天反击挥出 一击之力 甚至将大力都拼成了人 鸡旋剑状 也明白了 与其和军杖剑纮查如此 不如一招定胜目 随即意念有空间 周身开始扩散金黄色灵力波打 念完一招灭生拳 直跟军杖剑的面围而去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军杖剑附近没对 所谓证明 因为此刻在军杖剑心中 这一刻他已经等到逃走 即使比武生死农民 过不了这一招 我宁愿被剿成碎片 阻防剑决第十三世 一化开剑 一化开剑 终于过林霄 掀翻智武 权力一击只为击败命中肃力 然而这看似无敌的一招 伴着身前宝草坊 所谓碎裂的一刹门 军杖剑被震得倒飞而出 细细萎迷间看向目标 才发现他的致命一击 只是刺穿了鸡旋的肩膀 反观鸡旋甚至连大气都没传下 目光如炬看向军杖剑询问他还打 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让军杖剑不免发出一声敞打 看到军逍遥落于身旁 他本想向神子告罪自己 无所欺望 不料却被军逍遥突然打断 鸡兄可否问一句 你身后的那座塔里到底有什么 上面的铁锁龙刚才就一直在崩断 是不是不太妙了 话音刚落鸡旋面色骤然紧风 他怎么会不知道 那可是天元至尊为自己设下的八十一道枪 就凭刚刚两人仅是神乔劲的对头 怎么可能对铁锁造成过 而且向着自己而来的 这些鬼律能量炼炮又是 然而此刻根本融入了他多些 剑客之间锁链与禁术断裂 与进行 威压瞬间降落 剑撞军逍遥紧忙拖着军杖剑逃离远地 大叫着让所有人后退的运势 一道人影俗现在视野忙去 军逍遥便已知晓那最终 他终于来了 随着那道声音缓慢露出真弱 让众人惊恐的同时又忍不住开始拍子 难道他就是天元至尊 随后让大家更想不到的是 人影仅仅的运势 无形威压瞬间破散了 让众人仿佛心跳都要停止一般纵门 感受着这股极端恐怖的气势军逍遥 却突然发出鲜血 因为天元至尊也让他想起了 自己曾首次的幽龙至尊 从场面上来看 两者的实力差距也相差得太不近 这时只见天元至尊大手一张 恐怖犀利的作用对象直指鸡旋断尊 鸡旋脑筋飞快旋转这才后制后制 天元至尊只攻击他的理由 很可能就是因为那没可能 也正是因为 天元至尊才被激活或是不听 然而天元至尊却没想那么多手挡 突然起 独猎声传出眼看着鸡旋就要命扫皇子 一道金光闪现而出 直接将束缚在鸡旋身上的能量裂倒击 让鸡旋想不到的是 出手相救之人正是军家神子金逍遥 攻击受阻一丝怒意浮现在脸上的一刹 天元至尊目标转移以迅为之势 风声骤起 对着君逍遥的面门就是一种 武功瓦解瞬间炸裂 武功陷入了一阵子 你知道修炼对于一个拥有逆天外挂的天才而言意味着什么 就像小时候的君逍遥看着喜欢吃的蛋糕却没钱买 于是他便为了蛋糕拼命赚钱 直到拥有了可以买下无数个蛋糕的食物 第一次品尝美味让君逍遥欣喜若 可久而久之每天都能吃到蛋糕 以至于看了他都想 而修炼对于现在的君逍遥而言甚至比喝水还简单 剧烈的爆炸声音刻在点击秘境 军家序列们想要出手帮忙 却发现这场至尊级别的战斗根本就不是他们可以插上 金色光芒肆意扩散环绕周身 君逍遥气息全开目标直指天元至尊 不曾想换来的却是轻蔑一笑 逍遥闪身来到身旁 对着天元至尊就是一拳 反观天元至尊目光汇聚 瞬间发出一剂冲拳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反省直拳再次轰出命中天元至尊 带到双方对轰剑系君逍遥已经摸出了天元至尊底细 从权力上来看 他的实力可能只是发挥出了巅峰期的一场 而且还是仅凭肉体战斗 随即一个想法便出现在了君逍遥脑海 那就是以肉体对战肉体 将来只有这样才能真的找回自己曾经向往的态 因为自从小时候获得了神级外挂之下 君逍遥便过上了被外挂操控的身体 这样不仅是对他前世努力修炼的 更是让他一度对修炼厌恶生出了百万点 直到君逍遥发现了这个世界的人全是 强大的人可以随便杀戮 随后强大的人还会被他更强大的似义的 而只要你足够强大就可以如是一切 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像极了一群披着人皮的眼睛 而一旦想通了这一眼 君逍遥这才明白系统经手指的意义对于他来说究竟 那便是让他拥有足够的实力来构造新的秩序重塑文字 让每个小孩都能吃上蛋糕 才是他想要修炼下去的目标 双拳对接气流瞬间炸开 天元至尊被轰退的同时 君逍遥目光突然聚焦在了天元至尊的身上 又或者是用八十一道锁链锁自己的情绪 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天元至尊都是他值得尊敬的 而英雄就不应该沦落到这样的结局 所以自己必须解救他 所以当君逍遥再次面对天元至尊一面 一张极度恐怖的脸和一双军背影 便骤然出现他 君逍遥 君家神子彰显霸气 君逍遥迎面一击正中目标 天元至尊毫无巨色手中吸力瞬间暴露 车车千斤巨石大力甩出 君逍遥闪躲藤罗的同时 巨石冲击境意外改变了方向直奔江圣一而去 健壮君万杰只能硬着头皮闪现到前方 然而即便是他出手就使出了绝学芭蕾镜子 我从想还是被那巨大的力量震得保护鲜血 用尽全身力气这才击碎了巨石化解危机 与此同时位于战场的正向 其他的秘境探险者正讨论着如何分配这种幽灵明话 这时伴着大帝突然开始震撑 紧接着一道倒碎猎声便自头顶 下一秒无数块巨石直接崩裂四散 那极端恐怖的千金巨石让众多太贤者没有丝毫力 纷纷都选择祭出大挪衣服传送回到了地域 眼看着君逍遥和天元至尊交战根本没有停止的意思 如此下去别说是至尊逆藏里的宝贝 不用多久这里的人都会被埋在此处给天元至尊陪伴 只见鸡拳先是摇了摇摇 随即又略显如脉的叹了口气 双手开始还于胸前 紧接着一道道能量链条便自周身扩散开 伴着一块透明晶体缓慢伏心 江圣一和军万劫也都纷纷瞪大双眼 因为他们已经认出了此物正是蕴含生死之力的至宝龙回岛 画面转到战场中央 双方经过再次叙利 又一次上演惊天对风 而随着两人双眼怒争的同时 鸡拳竟然以一己之力接住了两人的攻击将战场分割而抬 眼看着鸡拳因为承受攻击蹊跷流血 一道怒吼声传出直接让君逍遥愣干了人 君逍遥你清醒 回头看看你们的族人 这里只有你能和天元至尊抗议 你若继续执迷不误 所有人都会死在这 话音刚落天元至尊咒了咒 杨直接轰在了鸡拳身上 至尊之力倾泻而出将鸡拳瞬间砸进了地狱 只留下了一具不知死活的躯体 可天元至尊还没来得及得意 金光缓过双毛 君逍遥的兵伐爵已经将其全身落到 经过鸡拳的呐喊他也鸣雾了前 递事到了面前和他战斗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天元至尊 只是一尊被抑郁妄念驱使的尊咒 紧接着就看天元至尊呈现出震撼的 元皇道剑赦然出现在了君逍遥被 十岁少年火厅百岁至尊 为官长辈本想出手相助 不料是受到天降精美死 我亲家神子玩的就是越级铁蛋 奉劝各位闲杂人等不要多管闲事 而等速速滚开就要死了 随着君逍遥身后的元皇道剑缓慢走现 一股熟悉的味道瞬间充斥了天元至尊者的脑海 只见他单手向前鼓鼓虚空 一股熟悉的元皇道剑竟也出现在了天元至尊身 随即双方不再犹豫 四道剑红火厅正式开始 于此同时位于至尊密藏的入口 人们还在奋力清理着坍塌的石块 这时地面开始不断晃乱 一道道炸声传出的龙齿 里面逃出的人纷纷开始祈祷上天 通过询问这些秘境幸存者大家这才知道 原来整座天元至尊密藏的内部 听到这里还没等秘境外守候的各大势力 就看坍塌之术光芒复兴 下一秒数到 通缉波直接射向天井 紧接着君逍遥和天元至尊的身影 便映入了长老的利益 而位于战场中心的两人 似乎根本没有在意外人 双方攻击再次对人 仅仅是过了几秒两人交手 为何数便已达到的意思 当人们的视线偏移看向一旁时 这才发现深坑里面还有着一些幸福 但一想到仅仅十岁的君逍遥 竟然敢不自面对天元至尊的怒度 各大长老正要准备出手相助 一道金雷半 一次情声突然响射天空 落下的瞬间直接将中长老和战场一分为二 这时其他家族的长老不约而同的 都把目光看向了君家长老 大家不用白费力气 出手之人正是逍遥小子的护道人 他在警告我们不要多管闲事 画面转到战场中央 此刻君逍遥全身散发着金色光芒 正加速冲向天元至尊 伴着君逍遥身后数以万计的虚无人意 无限空 让在场所有认出招式的人 都瞬间张大了火把目的毛 圣体一想 万分毫败 此刻天元至尊面对如此攻击 已经呆立在了 眨眼 君逍遥的终极一击便刺穿了反身躯 双方在半空中同时降临了片 天元至尊率先回头 坚一道道裂痕 同时开始出现在的身上 后生 你到底是何人 黄州军家 君逍遥 听到这里一股股记忆碎片 开始不断涌入进天元至尊 最终汇聚成了一个像极了君逍遥的固人 他在抑郁黑暗 人头孤身一人不断望 黄金帝 大战落幕 落败的天元至尊掏出终极宝藏看向君逍遥 他从逍遥身上看见了自己的传长 也就代表着他曾经那些与其并肩作战的兄弟 英灵全部得到了解放 拿着 这是你应得 这盒子里面有一半 剩下的一半在下极 上面的玉佩是本尊与道理的信物 你若有心就帮我照顾一下他的家子 话音刚落 只见天元至尊的身躯开始不断碎裂 某一刻他的双眼却突然怒睁 因为他的前方出现了那道让他寄寡千年的身影 那无比熟悉又有些陌生的感觉 让天元至尊忍不住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手掌抬起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向着女人生去 却又在最后一刻彻底破裂消散在了宫中 逍遥明白这一切都是天元至尊的想象 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要是可以如此该多么没有 前辈您一路走好 进入后位于天南城内 经逍遥大战天元至尊的事迹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 人们都在冲赞君家神子的天神表现 可唯独一人却气得咬牙切齿 他就是青龙谷国大皇子萧成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自己不能变强 无法允许明月功力 让盘武神朝作为他的靠山 那么他这一辈子就会让人踩在脚下勇士不得翻身 老祖沉吟了片刻忠实叹了口气 表示传给他的青天化龙爵乃是自己在一处巢巢秘境中 但同时那里也封印着一个祖龙朝的虎丹怪 那家伙身上必定有讨的苍龙一族的至尊之心 如果可以想办法 或许定可以让青天化龙爵打 但要是因此惊动了那位怪兰 他不仅是你 甚至整个仙玉到时候都要遭殃 画面子仙玉江家 江圣一目视前方看似平静的表面 内心却早已波涛凶远 虽然此次他和君逍遥同行勇闯至尊逆藏 但他却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君逍遥 且不说最后的天元至尊 就算路上遇见的鸡选小龙女甚至是那九国师 他都没有把握能活着走错 这时江家长老突然出现在了身后 表示千万不要因此而到心受损 要知道不是谁都像君逍遥那般变体 可以和真正的至尊相抗衡甚至还一样 这天下想来目前也只有他君逍遥可以做的 随后看见江圣一面色为暖又化亨一 表示洛黎和君家小子的婚事 你要再上一些心 你也看到了如此天才江家和他交好 肯定是百劣和无遗害的 可只有江圣一清楚地知道 他那妹妹江洛黎和君逍遥 简直就是一对冤枪 而她能做的就是 尽量让两人见面不倒下就算烧高香 这也是基石灵 沐浴在阳光下疗伤的那个少女 正是从至尊密藏回来的基家小圣人基玄 这是一道慵懒的声音突然自投赌 目光直射在基玄的圣人手鼓上 基小玄你的手怎么了 突如其来的声音着实吓了基玄一跳 但更震惊的是以他的实力竟然对女孩的到达毫无察觉 基青一来到基玄身边查看了他的伤势 轻声询问为何如此 随后听完基玄的回忆这才若有所思的摸儿摸想 君逍遥竟然以神乔径的实力击败了至尊强者 还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反观基玄显然也是被君逍遥的实力所争 但基青一却又当着他的面表 是有机会一定要去拜会一下君家神子 毕竟是人家救了你吧 画面是在黄州天地宫内 君逍遥深吸了一口气 紧接着双眼瞬间泛起光芒 双手何时祈祷着开箱的那一刻会给他一个惊喜 然而不出意外的果然发生了意外 打开宝箱的一刹那便直接愣在了原点 一刹后位于君家的阎屋场上 君家第十序列军仗戒 第五序列军万子 第七序列军雪皇 让大家更为惊讶的是 就连神子身边的红人君灵龙也出现在了阎屋场上 这些平时都粉难见到的大人物 不免让大家开始胡乱猜测起 应该没啥情况吧 毕竟是我把他们叫过来的警死 话音刚落人们这才认出说话之人正是神子君逍遥 走近几人逍遥一边夸着大家来的都挺准事 一边看向了一脸疑惑的重点 表示不要紧张叫你们来是有好事发生 过完便扔给了几人一人一个紧 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远古龙 然而感恩的话都到了嘴边 却又被君逍遥白手掖了 一人一句龙骨你们练话 他需要多长时间 听到问话大家都不敢率先发言 唯独问狗君万劫 如是回答问 少则三月多则数人 这时只见逍遥突然竖起了一指 我只给你们一年时间练话龙骨突破至归一几 然后回到这里 到那时如果接不住我一拳的话 就要走 听到这里一阵冷风突然吹向了几人的天灵灯 紧接着大家都选择赶紧转身离开回去 早早练话龙 唯独君灵龙看出了什么面向君逍遥 公子 你开宝箱是不是开出了什么好东西 否则你怎么会把这些珍贵的龙骨都拿出来送你 哎呦喂 还是小灵子你懂我了 开出来的宝贝暂时需要保密 到时候你们自然就会知道 这时画风一转君逍遥又询问了灵魂 君家仓库里是否有仙缘存存 有是有 但据我所知即便是君家 因为仙缘稀缺也没有多少寄存 但反来过了今天就会彻底没有 反思老头闭关不修炼算了三十年卦 今天终于卦象出城 老祖自信宣言自己已经推探到未来意见 速将此预言告知所有祖龙潮族人 那便很荒龙出世 祖龙当心 另外一边位于朱雀母国内 玉儿公主听说消息后差点笑调大意 殊不知这祖龙潮才刚在天原至根逆藏 折了一位天才龙 如今又夸下如此海口 还真是华众取舍 话音刚落里见他手工朱雀 骤然升起 迸发出了一口 躲到之处摧枯拉雪 直到将镜头的巨石踢穿这台消失待机 身旁丫鬟见到公鸡落幕兴奋的大叫 恭喜殿下 您的修为终于突破到归宜记录 可败鱼儿心里却清楚了 想来要不是逍遥公子赠奉了他的容器 全凭自己短时间内肯定无法路过境界 这时丫鬟看到公主一波的眼神后立刻了七十 表示前线来报 青龙谷博已经和白虎玄武两大谷博宣战 由于四项谷博几百年的平衡突然被死 玉儿公主难免开始怀疑青龙谷博背后平衡飞升 而事实果然如他所思 据前线报道 青龙谷博的队伍里确实有一些不知来路的神秘高手 一旦两大谷博被灭之却夺定然隐会晒 父亲闭关他更不能在此关头优柔 想到这里拜玉儿直接命运丫鬟 立刻造极几个将军 参议与白虎玄武两国联手对抗青龙谷博事宜 带到丫鬟退下前去宣旨 为了保险起见他犹豫了片刻 终究还是拿出了一只玉剪准备尝试一下 成功与否就看天意吧 画面转到天地宫内 此刻君玲龙的脑袋明显要比平时大了一整圈 因为神子即将闭关心生烦躁已经和他唠叨一上完 其中的重点就是希望他闭关之前 玲龙可以为他做出一些美食出来安慰自己 可君逍遥嘴里的那些菜品君玲龙压根听都没听 而看到神子那极度期盼又可憐的表现 君玲龙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逍遥的请求 但让君逍遥万万没想到 玲龙大姐竟然直接就地取材 当着他的面开始烹饪是财 虽然过程有一些曲折 但菜品终究是没辜负期望做了主 这时就在君玲龙拿着菜品准备给神子品当时 拜月儿的传音突然响起让他脚下一领 鸭腰全部打翻在了地上这才军心 帮包王玲龙的梦 青龙古国发疯了到处发动战争 我知道了 我说你这个摔神偏偏要这个时候来语音吗 惊叱咤风云的白虎王 如今却被敌对势力轻易破门而入 即使这里齐聚了三国元首 听到前方逐渐逼近的脚步声 甚至连大气都不敢走 原因正是青龙王身后的这批拥有恐怖实力的黑衣人 此刻青龙国主的笑声仿佛刀子一般直插人心 但同为圣人境界的白虎国主和玄武国主 却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因为青龙国主背后的那些黑衣人 在交战的几天里所展现出的实力 让他们都心生畏惧 敢怒不敢言在两人身上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所以在听到青龙国主的虚假寒暄后 白虎国主直接打断了他的 要他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不用在这里虚情假 然而青龙国主口中的公子 却让两人一脸问号懵了全 没错 我们公子吩咐只要诸位愿意举搏成子 并交出你们手中的罗盘碎笔 就可给你们一条生怒 然而此话一出还没等独身 一道怒吼声突然响起 朱雀之子生于猎火死于飞燕 我绝不会坐耳等走狗 朱雀国大将军赤日出手 就是杀招直奔青龙国主 这时只见对面围守黑衣人微微一息 以玄霉之势一拳瞬间封出 凶准命中目标之后 根本没给赤日反应的机会 力量汇聚在一起 下一秒直接声称将赤日人生分离四成碎 眼看着惨案就发生在眼前 白虎玄武两国主这下也没了刚刚的气势 变得唯靡起 怎么样老兄弟 你们也要和他一样死于飞燕 还是选择另一条路 他喵得青龙谷国简直气缘太深 朱雀公主听到消息后 气得一拳砸碎了桌子 但同时他也很清楚 自己在这八分都无济于事 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搞清楚 青龙谷国背后的势力到底是哪 这时他受伤的手突然被拖起 这点小伤不用处理 一会他自己就痊愈了 玲露你怎么在这里 你在惊讶什么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话音刚落就看 贝月儿兴奋的直接抱着军队 紧接着忍不住又向他后面看 随即两人回头肩 军杖剑的身影变出现在了视影 听说军杖剑乃是追随神子军家蓄力 贝月儿双眼都开始泛起了光芒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在这里看到了上面 就代表神子肯定已经决定 帮助孤雀国度的情况 画面转到青龙谷国中央大殿 一阵歌舞升停过后 青龙国主恭敬的陈上了 只见沙连后的身影笑了响 手中细力突然暴增 下一秒两块罗盘碎片 便飞到了他的面前 很好 国主你果然没让本侯爷失望 接下来就剩下朱雀古国那一块 国家的王 却甘心给一个孩子当了走狗 听说朱雀古国背后有军家神子 笔用 自称是侯爷的孩子 更是语出精力 扬言如果君逍遥赶快他的好事 到时候也不介意让军家断侯 现在最重要的是立刻集结军队 尽快将朱雀古国攻占 并顺利夺回最后一块罗盘残 还有听说朱雀古国的皇女 千夫一品颇有自私 那就将她也顺路和碎片一同带好 让本侯爷也尝尝公主的滋味 即后位于朱雀古国最后的屏障难民关系 此时的关外早已一片狼藉 朱雀国公主殿下拜月儿 全副武装面向前方 面对君灵龙的关切询问 皇女也要亲自上战场 答案是肯定 因为朱雀国王正在闭关 他只能肩负起重担 并吩咐一旦开打君灵龙 就可以先行撤退 此刻君灵龙还想做出最后的握救 要让拜月儿跟随他回军家 等神子出关再来报仇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拜月儿的轻轻一行 我是皇女城破极伯破 谁都可以走唯独我不能走 朱雀之子生于烈火也当死于非夜 我已命人将城中的老弱病残 安置到了统一地里 只盼将来神子如果可以伸出援手 将他们妥善安置就万分感谢了 眼看着拜月儿视死如归的态度 君灵龙也不好再继续劝述 能做到的只是在临别之前 愿他可以活下去 这样将来两人变还有再见面的机会 看着闺蜜要去赴死 他却没有任何办法来阻止 此刻君灵龙的心仿佛 被真刺一般却又无能为力 数日后南民关的城墙上 看到兵临城下的熟悉旗帜 让拜月儿内心忍不住发起震惊 因为那整齐华裔气势磅礴的军队 正是朱雀国昔日的盟友 玄武国的玄甲军 他们的出现只能证明义 那就是玄武古国的国王 怕是已经凶多吉少 朱雀古国的将士们听着 我乃玄武国大将军 玄义特来给你们一个建议 缴械投降便可避免无辜杀戮 可拜月儿的回复 却让玄义的内心急震动又悲哀 要战便战 我朱雀国的将士们 宁可战死沙场 也不会做敌人的走狗 生于烈火死于飞燕 神火不灭朱雀不亡 这时一道传音 突然传进了他的 命令玄义不要再犹豫 否则就会立即将玄武国主斩杀 因此玄义只能咬了咬了 举荐大声开始发号施令 伴着拜月儿的小手同时举起 一场违心又不得不发起的战争就此打起 却因为一场爆炸即将沦冥于世 原因不是别的 正是因为这个闭关两个月 出关就要惹出大洞 十二岁下 听谢玉 军家神子军逍遥 一道雷音上 军万劫来到天地宫门前 丹西跪地 和一同前来的军雪皇 一起恭贺神子出关 看了半天没看到军灵龙的身影 一番询问这才知晓 青龙古博和朱雀古博之时 一夫 的威压突然降临 军万劫内心震战的同时忍不住发出门 难道神子又突破境界了 然而还没容得他多想 只见军逍遥双手和时间 一块虎服令牌便出现在了手中 将其一分为二后分别交给了两个 命令他们拿着虎服立刻 调集风铃火山四位队队一万人 开拔去四项古博 我倒要看看 是谁那么大胆 感动我军逍遥的人 时间线来到傍晚时 看着手中那块陌生而又沉重的军交 即便两人身为军家序列 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家族里的清军 在年轻一辈里恐怕也只有神子 才可以直接调查家族军队 要知道四位队分为封一位 玉林位 火七位和山神位 其中就算是最弱的战士 都有灭潭性的事 风天境以及神火境的强者 更是属不胜属 而最让人想不到的是 军逍遥竟然就这么轻易地 这时听着军万杰叙述 军雪皇突然发起反 让他说说看自己眼里的神子 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他很奇怪 我是指他的思考方式 而且他的行为逻辑 就不像是九天仙玉的 他没有仙玉之人 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傲慢 比起修士他更像是下界的男人 说完军万杰突然想到了 什么看向军雪皇 而军雪皇却没有理会他的目光 只是看向前方的同时 微微笑出了声 画面来到军家后殿 位于爷爷的寝宫内 看到爷爷正在明晰打坐 军逍遥捏手捏脚的来到深情 竟然直接给族长爷爷带了个蝴蝶紧 一出意外的果然挨了顿爱心小圈圈 然而听说军逍遥调动了军家卫典 爷爷竟然鼓励他放手去做 随即又转头看向逍遥 你来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用装可怜你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 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主 可就在爷孙俩嬉戏打闹时 爷爷就已经看出了逍遥身上的不同之处 有些甚至连他一时间也看不出端倪 然而还没等爷爷仔细查看 军逍遥便又给他来了个意外震惊 在逍遥拿出一枚古老牌子 询问爷爷此闻何物时 吓得爷爷差点喊出了声 听闻此物乃是逍遥在天原至尊密藏那所歌 爷爷这才后知后觉想的 此物难道是天原至尊从抑郁带来 想到这里爷爷突然震惊起来 看向逍遥询问他 你可听说过仙玉七大不可思议都是什么呢 那青铜铁铁铁 竟然牵扯出了荒天仙玉七大不可思议 还往王群的星空轨子 手持袖剑的断手剑口 以及埋葬无数至尊强者的青铜铁铁铁 而君逍遥手中的青铜残片 正是青铜铁铁铁铁里的场 看到若有所思的君逍遥 爷爷紧忙提醒他不要动青铜铁铁的形式 因为以君逍遥的天赋实力 大可不必去那里冒险 只需岁月的积累成圣作祖 只是时间的问题 看着爷爷前所未有的严肃态 君逍遥本想向爷爷保证 自己不会去以身犯行 可就在这时久违的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 恭喜副主新的签到地点以刷新 请在青铜仙殿进行签到 不惊不惊喜 亦不意外 敢不敢动 这尴尬一幕不禁让君逍遥瞬间黑了脸 跟喵的狗日的系统你还真是会挑战 画面转到朱雀古国战队 经过了几天几夜的七层战斗 朱雀古国军队除了几位将军以外 几乎已经损伸无几 而让他们更加绝望的是 青龙古国竟然还在不断向这里增加 就在大家都认为朱雀古国即将灭亡之际 位于战场中央的一道倩影忽然发生了 紧接着就看他没清楚印记开始散发无穷 被火焰烧过的朱雀古国将士 竟然又死而复生重新站起身投入了战斗 朱雀神火 不死不灭 但青龙国主很快便找到了几次半 目光所致正是朱雀古国公主殿下败月 相信只要控制住神火的源头危机 自会迎刃而起 另外一边在青龙古国的皇都里 成功潜伏进来的军杖剑突然站在了原地 因为他看见了面前的结界 如此一来里面定然就是幕后非手的居住之所 然而就在军杖剑决定进去一探究竟是 他才刚一触摸到结界里面的人便发现了他的攻击 听着黑衣人的描述 那位自称是侯爷的孩童根本没有在意 一个蝗虫而已出去解决掉就来 此刻宫殿之外眼看着目标就在眼前 军杖剑用力间速度几乎发挥到了几次 脸神在某一时刻突然怒着 速度向旁边挪了一个身位这才躲过的攻击 而能让他勉强接住攻击 恐怕对方实力已经达到了通天境或者是神火境 然而此刻更为震惊的还属于黑衣人的描述 因为根据他的判断军杖剑应该只有皈依静时 但却能在躲避攻击的同时害怕 挺厉害啊笑 说吧 你到底是谁 别着急 我马上就来了 如今却被一个孩童当面嘲笑 不仅硬扛了他的权力一击 而且还挡住了他赖以生存的绝血招式 鞭血迸发而出军杖剑竟不怒反向 泡羊指 你是盘武神朝的人 身份被当面揭穿 黑衣人震惊的同时忍不住发起询问 你小子到底是谁 此话一出顿时惹的军杖剑大笑 连自己惹的是谁都不知道也敢回变出手 朱雀古国乃我军家逍遥公子归下 盘武神朝是要与我军家为敌吗 当黑衣人听到军家两个字后他已经动了 急速改善到军杖剑身后出手就是杀招 一击刺穿胸膛这才松了口气 因为这里的消息 他是不可能允许军杖剑带回去 可就当军杖剑受到致命伤害应声道 黑衣人的双眼突然怒震 只见军杖剑嘴角略微上 紧接着他的躯体便化作了万千碎片消散的 直到此刻黑衣人才意识到被他击杀的人仅仅是分身 根本来不及多想起忙顺移一点 要把此事尽快告知侯爷才行 而当黑衣人离开不久 军杖剑本体再次出现在了人 韩武神朝遮遮掩掩掩的行迹让他有过去 而在进入皇城时军杖剑便凝聚出了七具分身 在皇城里随意乱动 其中一具在刚进入结界时便发现了两股极其强大的力量 从开而起 简直就像是故意释放气息给大家看 想到这里军杖剑决定不再犹豫 直接朝着气息释放所在地急驰而去 画面转到朱雀古博战场中央 伴随着虚无中一只手骤然几步 一股强大的气流瞬间爆发将败玉尔囚尽于空中 让他彻底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目标看向施展攻击的人也 败玉尔咬了咬牙身体便开始散发无穷烈焰 然而这一切在青龙国主眼里也仅仅属于垂死争承 小丫头还挺烫手的 要不是侯爷点名要你去当事情 我真想立刻杀了你 眼看着皇女殿下蒙羞 朱雀古国所剩无几的将士们还想群起而攻之 奈何实力差距过于巨大 青龙国主只是一个眼神威压 便将众人一击抹杀 随后又笑了笑叹向败玉尔 表示如今你已经被我囚禁 你口中的神火不灭朱雀不枉此刻也该是时候结束了 这时就在败玉尔准备以身殉国之计 一股强大的威压瞬间降落 那无比熟悉的气息让青龙国主也为之一了 反观败玉尔却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因为从烈焰中出关的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父亲朱雀古博皇帝陛下 一道的气息急速上 军杖剑根据查看散发出的气息来源精准落地 判断出地下似有另一空间 手掌摸地的一刹路 一道道侦测气流迅速散开 伴着气流受阻 军杖剑的双眼瞬间睁开 下一秒直接拿出配件 蓄力一击目标直指地下身处 伴随着无数碎石崩裂 军杖剑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奔着地下身处跳下去 然而当他刚一落地 烟雾缓慢消散间 只见他突然双眼怒睁一脸 因为视野的尽头 一根巨柱上竟然绑着一个圣子 而就在两人相互对视的一刹 那人身上散发出的圣人威压 便足以让军杖剑动弹 这时伴着一道怒喝声传出威压消散 军杖剑这才看到另一边 竟然还绑着一个圣子 晚辈军杖剑 敢问两位前辈尊姓大夫 听闻来人信君顿时下了圣人一条 紧忙询问你可认得军家神子君逍遥 此刻相比于他 同样被绑着的另一队 却显得格外迷惊 先是和军杖剑解释说 他们两个乃是玄武子和白虎国人 因为既不如人所以才被囚禁在此 国家也落入了他人之事 听闻朱雀古国早就被军家神子收入威县 敢问军家神子可有意插手此事 这时听到军杖剑肯定被打破 两位国主大校出声的同时 又急忙让军杖剑将一个消息尽快传出去 那便是盘武神朝为了收服四项人 他们可是出动了整整四位圣人高手 画面死到朱雀古国战场中央 被一击轰退的青龙国主面露震惊看向前方 老朱雀你还活着 让他说出此话的人正是刚刚修炼出关朱雀国国主 可青龙国主也明白 朱雀国主虽然成功突破到了圣人界 但根基还尚未稳定 一定要趁他并要他命 可也没再废话出手就是杀招 而在两人对空的同时 败玉儿再次利用了朱雀神火降临之势 凡是被神火烧过的尸体又再次站了起来重新投入战斗 可让他们绝望的是 被盘武神朝控制的其他两国军队增援已经抵抬了战场 对朱雀国形成了包围之势 以至于青龙国主大孝出声劝诫朱雀国主还是早点脱锁 而就在朱雀国主决定拼死一搏时 一道灰色身影突然闪现到了他身后 发出雷霆致命一击 鲜血瞬间遍布了整片天空 圣人对碰恐怖如斯 一旦场面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原因只有你 那便是由双方的圣人数量来决定 第一第二让朱雀国主叛逆 面对敌方的持续攻击 他也只能咬牙坚持抵抗 利用间隙来回复战略 这时一股危机感突然传来 但朱雀国主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 根本顾不上肩膀传来的刺激 因为他发现了对战敌方竟然又多出了一个圣人 紧接着伴随青龙国主邪校出声 又是一个圣人缓慢浮现于虚 朱雀国主这才绝望地明白了自己的仇见 他即将要面对 事加上青龙国主一共五位圣人竞强者的攻击 青龙国主此刻还在劝着朱雀国王趁早放弃 抵抗苦想归手 但从朱雀国王身体上浮现的能量波动 青龙国主也明白多说无意 眼神凝聚间 身旁的四位圣人强者 四股能量波汇聚成一道五股炼灭 目标直指朱雀国主下去 然而就在他准备燃烧兽人拼死一搏之际 发现致命攻击已经被人倒 拜玉儿用自己生命为待 加护神火替其父王治愈 身体治愈 他自己也咽下了最后一股起灾的 望着亲生女儿替父党剑惨死的面前 朱雀国王周深开始爆发恐怖威压的同时 另外一边的青龙国主还在指着四位圣人竞强者 埋怨他们失误击杀了拜玉儿 因为那可是侯爷指令道信要的人 但索性人死了还可以做成人偶重复利用 这是一股危机感骤然炸心 接着就看他面部突然遭受重击 被人一脚踹的盗飞而出 而发出攻击的正是被营救出的白虎国主 玄武国主落于朱雀国主深情 本想出言关心的他看到眼前的一幕中是没张开走 这时伴着一颗不死药出现在面前 军杖剑以命令的方式喊着朱雀国王 让他立刻为拜玉儿吃下去 做完一切之后 大家这才把目光转移到了被包围的青龙国主身体 四道风声急速掠屏 让白虎国主等人眉头紧皱间 斗得青龙国主直接笑出了声 面对五个胜利 你们凭什么觉得会有胜散 还只是随手 便将大帝一身为二绳乱斩十年 一句话吓得一国之王差点妙苦 原因不是别的 因为南韩名为军逍遥 这就死了 四项古国的将士们还在彼此刺杀 鲜血已经染了半边天 眼瞅着自己国家的勇士们一个个东西 白虎国主愤然转头面向战场 瞬间发出雷霆之吼气波散开间 白虎国的将士们这才停下了动力 可即便是他们此刻想收手也来不及 因为各国军队全部绞在了一起 此时收手和自杀没什么区别 而就在白虎国主命令国民们 不要再给青龙国当妻子时 一股冲击波赢面射的 低头的一刹那呼啸而过 差点让他的命担心 面对青龙国主的正面攻击 此刻他也没有空隙再去管理战场 伴随着青龙国主邪笑出声 一位非一圣人敬强者突然闪现到后望 前后夹击之势 强颅白虎国王也只能选择专注于防守 一旁的玄武国主虽然有心之愿 但他和朱雀国王面对的 也是同级别圣人敬强者的纠正 即便有心也是无力 只能提醒白虎国主不要分心 眼瞅着局面开始呈现一边倒的趋势 青龙国主这才笑着发出疑问 他不明白这几人明明知道败局 为何还在做无用的 然而青龙国主却不知道 在解救白虎和玄武两位国主出狱时 军杖剑已经收到了神子御警的含音 只要他们可以拖住 盘武神朝的这几圣人 四万军家轻卫出现的那一 这场战役的胜利者 就会顷刻间发生反准 想到这里看着青龙国主一脸疑惑的 斗的白虎国主忍不住大笑出声 而就在笑声还未停止 青龙国主不可思议地看向上头 紧接着一道耀眼光芒 突然刺天际神 下一秒直接幻化成了一道 可不能让练练的死亡 将战场分离的同时 大地瞬间被一尖为二成了万丈深渊 老青龙 我们都在等军家神子 你在等什么呢 话音刚落人们便看到了 烟雾散去那发出不服一击的 正是献狱之首军家神子军逍遥 伴随着军逍遥的现身 无数身影开始从天空中落向战场 那一个个都出手不凡的人 正是神子经过特批带出来的 军家四万星位 战场上的那些普通将士 看着杀人如麻的军家青位 就像看见了魔鬼 这时一道响彻天地的兽吼 又不停地转回了现实 都给我听了 乌雀谷国乃是军家神子威胁 谁若是敢再出手斩无射 兽吼逐渐消散青龙国主抬头肩 便听到了足以让他做一辈子恶梦的事 青龙国主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 若是无法让我们 青龙谷国今日就会同荒天仙玉彻底消失 到张浅神子仙玉之王 龙鹰长矛 杜秀军家轻卫辉 战场一路披荆斩棘 所向披抹 令敌人文风丧感的不是别 正是仙玉军家封灵火山四大贴身轻卫 眼看着局面由军家突然加入 而瞬间发生缓解 青龙国王泽海出声质问神子你究竟想走 此话一出顿时惹的军逍遥嘴角微微上大 发动战争的是你 咄咄逼人的也是你 如今你还反过来问我想走 我想祝你九族你同意吗 听到这里青龙国主只能咬一咬 表示年轻人不要太气声 我背后也有高人劝你别太嚣张 然而没想到军逍遥给出的回复仅是一句 便毫不犹豫地抬起了手 不气声那还叫年轻人吗 我今天倒要看看在这荒天仙玉 到底有谁能够承受我军逍遥的怒谷 话音刚落一道极其 目标直指青龙国主本尊被正面击中 攻进了地面的内容 青龙国主显然也认出了此招 乃是五大神爵之一的军家路线剑军 然而如此攻击还不足以击杀圣人静强者 所以当青龙国主缓过神来便急忙开始向着远处逃去 可军逍遥怎能如他所 口中光芒骤然乍现大手一挥尖 袁皇道剑瞬间发出形成了无数道索 眨眼间便追上了盲鱼逃窜的青龙国主 认出此招又是五大神爵之一 强如圣人静的青龙王也只能发出权力出手 这时一阵阴风突然袭来 只见朱雀国王抓住剑系对着青龙国主就是迎面一击 千雀狂喷青龙国主大喝一声 两位盘武神朝的黑衣圣人强者闪现了出 目标直指朱雀国王后身偷袭而去 索性白虎和玄武两位国王即使出手 不止这才躲过一阵 可白虎国主似乎忘记了对方 还有圣人静强者在伺机而动 而就在他即将受到偷袭的一场 又是军逍遥伸出手掌骤然紧 在黑衣圣人被囚禁的一瞬间 君万劫以迅雷之时 一招雷军立法发出 直接将那黑衣圣人全部笼罩起 紧接着让众人震惊的事便发生了 只见黑衣圣人面具掉落间 里面露出的竟然是一副傀儡身躯 双眼泛起红色光芒似乎是收到了命运 身形迅速下降落在地面的平时 一把抱住青龙国主便向着远夫顿去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位于战场上方再次闪烁起耀眼光辉 紧接着光芒中央一条金龙和一句话便缓慢浮现而出 君家神子还真是好大的威风啊 然而君逍遥却没选择鸟 此刻他的注意力全部被其他的东西吸引住 我说足兄我年纪小剑是谁 没认错的话那是一张床吧 最近很流行日床飞行呢 这时听着身后君雪皇的解释大家这才明白 根据杖剑传回来的消息 幕后之人来自盘武神朝 据说盘武神朝里面确实有这么个奇葩家 应该是盘武神朝的冠军侯 此人名为杨磐 江湖人称妇女公敌 一个王府里杨马的小丝从小备受欺厉 就因说错话便被扔下了悬崖 没想到杨磐却因获得福捡到了一把宝剑 而这把剑正是盘武大帝锻造的三把神剑之一 盘皇生灵剑 得到神剑之力杨磐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回去屠杀了王府满门 然而犯下如此惊天大案当时的盘武神主不仅没惩罚 因为其手中盘皇生灵剑的缘故 还破格提拔他成为了冠军侯 至此杨磐开始贪恋女色喜怒无常事杀无赌 所以后来才被仙玉之人称为了妇女公敌 这是看着君逍遥露出的恶心表情 漂浮于上空的床榻中 冠军侯杨磐同样也在注视你 为了进一步试探杨磐决定先挺性下来 目光偏移落在了朱雀国主身上邪笑他 老朱雀本侯也给过你机会 只要交出罗盘碎片并沉浮于我就可以相安无事 我还特许了你那已经成为别人情人的女儿进入后面 成为我的妾室那是何等荣誉你还有什么不明的 此话一出君逍遥就要出手 却被君逍遥突然拦了下来 手指指向不远处 只见城墙上的弓弩手门已经张弓拉剑 紧接着数以万计的弓箭便全部射向了羊盘 一群蝼蚁也敢对本侯爷露出獠牙 手中光芒骤然闪烁 向下挥出的圣洁 带有恐怖气息的大量混员散手直奔城墙而去 见状朱雀国主也坐不住 圣人竟实力爆发攻击被中壶拦紧 仅是一招便将混员散手击破烟消于是 同时朱雀国主拿出的罗盘碎片 表示朱雀国小明少受不得侯爷谈 散你要是执意逼迫我们只能于是 说完就要当面捏碎罗口 羊盘愤怒大叫一声 背后忽然一凉 紧接着一股金色能量面条瞬间将它包围 军逍遥握紧拳头的一叉 天空中的床踏就这样被瞬间哭 抱歉 我这个人听到有狗狂肺会忍不住动手 君家神子 我们有必要弄得这么不愉快吗 这话逗得君逍遥都笑出了声 我说阁下你连圣人静强者都不屑一步 如今却对我一个归异静修是这么客气 难道是因为我信君你害怕吗 照这样看你也不过是个欺软怕硬的废物 话说到这份上是只王八都人磨了 羊谈大手一指 名为浩羊指的秘技瞬间施展 可面对如此攻击君逍遥也只是摇了摇头笑说之 看你这境界也才归一锦 这么大岁数了真丢人了 你到底在狂神了 狂雾大胜 小彩神朝冠军侯燕 一人俱力主导两国战争 这便是天才与妖孽的叉子 面对着敌人的权力一击 君逍遥戏血的微微一笑 拉出灵气名神之矛的瞬间 照着敌击波直接扔了脖子 而就是这轻描淡写的一击 竟然轻易刺穿了屏障 目标直指后方的冠军投羊盘射击 由于明神之矛的速度太快 来不及准备的羊盘只能选择用神读导攻势 可当他接触到神矛的那一刻后悔已经完了 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将其瞬间封飞 直到烟雾逐渐退散 这才露出里面被神矛刺穿胸膛的羊盘本阁 这时君万杰突然面露疑惑之死 紧接着便毫不犹豫地表示此人不是羊盘本体 因为他曾和羊盘交战的 此人最大的倚仗便是彷徨生灵剑 而面前之人身上根本就没有那把剑的气息 看着君逍遥还在嬉皮笑容 羊盘气急败坏怒骂出声 君逍遥既然知道本侯爷只是真身 就该明白我的本体会有多强大 我劝你现在收手一切都还来得及 此话一出斗得君逍遥忍不住笑出了事 脚步轻易走向前方 我说你还真是可悲啊 看到那边躺在地上的遗体 他们的修为最高也不过理 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只是蝼蚁 可就是这群蝼蚁都敢对你 反观强如盘武侯爷的你 竟然还想用一具眼在天边的本尊 来震慎面前的敌人 你还真是一个连蝼蚁都不如的废物 此刻面对君逍遥的嘲讽羊盘已经坐不住 大鹤一生就要命令带来的五大圣人傀儡动杀神 四项古博的国王闻声感 出手阻止傀儡攻击的同时 就看君逍遥还在嘲讽的羊盘 问他知不知道两人的区别是什么 这时抓住上空出现的痛心 青龙国主闪现而出本想出手偷袭 可虚无中突然出现的那股欲抗击力 瞬间便将青龙国主的头颅斩断落在了羊盘身体 我能代表君家 而你羊盘却代表不了庞乳神朝 我猜你想的是 只要镇压我不娶我幸福 君家就不会拿你走 而你依旧可以强势攻占诸鹊 夺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就在君逍遥说话之前 令羊盘绝望的画面发生了 因为他带过来的几位圣人性强者 竟然眨眼间就被吹哭拉手蒸发带起 一股恳不情绪已经固满了羊盘脑 他根本想象不到五个圣人进强者 会如此轻易被削 难道有圣人王专门为其护倒 然而君逍遥却没在意他的震惊 只是自古自的还在使用言语攻击 可惜你的圣人傀儡还镇压不了我 更何况只要我想 君家就会立刻宣战盘武神采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理由 也就你这种没什么见识的传播 在我面前动 话音刚落手中火焰瞬间动发了 星刻间羊盘的分身便尽数化成了灰烬 其中几道神识快速散去 经过遥远的路场 围到一处宫殿的一刹 一面造发的气息差点将房屋震随 君逍遥 我羊盘发誓定于你试不了令